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后我就强忍着腹部的剧痛 在菜籍者的搀扶之下 一瘸一拐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这令人胆寒的巨石和土地 很快我们重新进入了这一片诡异而充满盈蓝色的枯木林地之间 一边走一边抹汗 我在坚持了一会儿之后 首先扭头问蔡秋葵说 老蔡 你记性好 还记不记得刚才被你掳掠进来时 猪头腰走的路下 对于问题 菜籍者艰难地回想了一下之后 冲我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说 我只记得 后来的部分 一开始怎么进来的 我全忘了 听完菜的话 我啊了一声 表情上更是难掩失望 但是转念之间 我也只好点点头说 既然这样 那咱们先按照你记忆的路走一下 就算只有后半部分也好 说不定 能撞出去 听了我的话 蔡秋葵点了下头 而后我就跟着她 往她记忆中的方向 不断地跑出去 夜黑风高 我纵然腹部俱通 但是为了活命 也跑得是异常的迅速 而与此同时 她猜忌者 则凭借她优秀的记忆力 异常坚定的往外绕着 企图将我俩一点点的带出 这像噩梦一般的困境 起初 蔡秋葵先是在临地间左右转向 而后又不知怎么着 找到了一条扑就着 黑色石子的破败小路 一踏上这条路 蔡记者紧绷的脸 这才稍微舒展了一些 耳后她冲我坚定的说 就是这条路 我来的时候 就是顺着这条路走的 往回走 应该能出去 寻着蔡秋葵的指示 我不敢怠慢 立刻迈开腿 顺着这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路 往林地外围走去 最后 蔡记者果然把我带到了那一片 充斥着 迎蓝色火把的树林边缘 紧接着 蔡秋葵突然停下了脚步 喘着粗气 蔡记者伸出手来 指着我们前面的道路说 我的记忆 只到这了 别的 我不知道 随着蔡记者的指示 我抬起头来 望向前方的道路 那里 是一片混沌 我们脚下的那一条 用黑色石子铺设的破碎小路 歪歪去去 一直延伸到树林外的一片混沌之后 看不见尽头 而那片混沌其实就是一大团浓烈的雾气 望着那团雾气 我用手机照耀了一下 发现光不透十米 地面除了一些零七岁八的石子枯草之外 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辨认出方向的东西 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浓雾 就像是一面巨墙般横跟在我跟蔡记者面前 虽然谈不上令人望而却步 但是却也让我们在进去前驻足观察 心生惆怅 面对着这片混沌 我扭头看了看身后 那泛着蓝色荧光的树林 心中不住的打鼓 我问蔡记者 您没带错地方吗 我怎么感觉这片雾气比那林子还危险 还险和 对问 蔡秋辉一边宁神 看着这横跟在我们面前的雾气 一面坚定的点头树 没错 在我的记忆里 我跟海鹏一起走着走着 就突然眼前一黑失去知觉了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就来到这个地方了 我再次恢复记忆的时候 那些个猪头妖怪正在抬着我 穿过这片雾气 听着他的话 我略微点头 刚刚张口又想询问清楚 他跟赵海鹏在林地里干些什么的时候 却突然听见我们的背后 响起了一阵轰鸣的脚步声 那动静带着催枯拉朽的气势 每走一步 都带动的地面微微颤抖 更让那些斜插在树木头的火把 微微跳动一下 随着那压迫感极强的声音 我跟蔡秋葵全部转身过去 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就在这时 我发现在我们身后的树林中 有一个巨大的灰白色影子 正在接近我们 那影子目测至少有三米多高 仿佛一个巨大的仙人掌 虽然距离我们上有三五十米远 但是足够看得我们心惊肉条 我明白 那个石河鬼 已经用猪头腰的身体整合好了 现在他来索命了 看着这一切 我跟蔡秋葵哪里还敢再待 只能硬着头皮 一头钻进那十子路 尽头浓烈的雾气之中 再不走 我们都得死 漫无目的地走 在雾气中胡打乱撞了一番之后 我跟蔡秋葵意料之中的迷路了 我们脚下的十子路 没能持续多久 就也彻底消失在了这片模糊不清的混沌之中 就这样 我们站在大雾里 连方向都无从辨别 面对着天昏地暗的情况 虽然身后猪头妖怪的影子与脚步声 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 但是我们心中的压力却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减少 也因此 迅速的找到一个出路 也就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问题 怀揣着走出这片雾气的期待 我们也不知道又走出了多远的距离 因为我腹部的伤口实在有些脚翻的厉害 我就叫蔡秋葵暂时停下来 等我喘息一口气之后 再做定夺也不值 站稳身体之后 我在喘息中 一边看着眼前毫无方向的浓雾 一边问蔡秋葵 这样走下去 不是办法呀 蔡记者 您就不能仔细回想一下 到底是怎么来到这片混沌 或者怎么样让猪头腰掳掠进来的吗 随着我的问话 他蔡记者艰难的思考了一番 随后拧着太阳穴 非常无奈的摇头说 真的想不起来了 我只记得 自己进来的时候 是在跟着赵海鹏找东西 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而且 说到这儿 蔡记者非常窘迫的冲我摇了摇头 表示他已经尽力 无可奈何了 听完蔡秋葵的话 我皱了皱眉毛 刚又想问蔡记者 赵海鹏在找什么样的东西时 却看见他蔡记者脸色忽然猛变 紧接着 蔡记者伸出自己的手指 颤颤巍巍的指着我的肩膀后边 老霍 你背后 有人 随着蔡记者满脸的惊悚 我意识到自己背后很可能出现了非常不好的状况 因而在回神去望的时候 我也同时亮出了手里的菜刀 顺着蔡记者的指示 我扭头之后 很快在距离我七八米远的雾气里 看见了一群人 一群衣衫褴褛 脱家带口 且骨瘦如柴的人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阴阳食谱 蔡秋葵说我背后有人 但是我实在没想到自己背后竟然有一群人 而且更夸张的是 这些人脱家带口 男男女女牢牢烧烧 五花八门 一个个瞪着眼睛密密麻麻 全都站在距离我们七八米远的地方 围观着我们 就好像我俩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一样 总之 非常的别扭 因为雾气的原因 这些人的年龄岁数 穿着打扮我们都看不太分明 可是从他们那骨瘦如柴的体格 以及出现的时间地点来综合判断 我感觉这些人 基本上 不太可能是活人 在雾气中凭空出现这么大的一片人墙 这真的是很让人震撼 乃至猥琐的事情 尼尔在这突如其来的人群面前 我跟蔡记者谁也没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 对峙着 猜测着 在阴森奇怪的寂静里 我们和人群都一动不动 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 我听见蔡记者首先沉不住气 他小声地问我 老霍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对这个问题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回答说 这个 看不太清楚 不过 这是火葬场 这么晚还出现在阴阳界里的 估计不是活人 啊 那既然这样 他们不会也是猪头妖怪一伙的吧 蔡记者这个问题 其实正是我所担忧的 而且遗憾的是 我还回答不上来 虽然对此一问 我心中没底 不过我却明白 以目前的态势 最好不要刺激到他们 否则这些家伙一旦恼怒 冲我们群起而攻之 那么我们是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的 因为头脑中这些担忧的想法 我没有再用语言回答蔡记者 于是无奈紧张里 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肢体语言 也不知道蔡秋葵看没看懂 他在我摇头之后 干愣愣的冲我说了一个字 走 文言 我无奈的回答道 你说走 去哪 咱们面前这一堆人 一直延伸到雾气深处 不知道有几个 往回退 你不怕再遇见猪头妖怪 随着我的质问 他猜忌着略带惊讶的冲我说道 老霍 你说什么呢 我刚才没说走啊 你没说走 那刚才谁说的话 我话音刚落 那个甘雅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走 这一次我完全听清楚了 这个估计的声音确实不是蔡秋葵发出的 因为说话的家伙就在我的耳边 寻着那话音我悄然回头 而后在自己的右耳侧 看见了一张红白相间的孩子的脸 这一张脸 眼睛红如夜灯 面皮白如宣纸 从嘴唇到额头 许多细小的刀伤划痕 布满气剑 猛不丁的看见 就像是一个被利刃戳破了的西红柿一样 凄惨 猙獰 我知道那张脸是我那刀灵竹尸的 但是这么近距离看见这鬼丫头身上的每一条伤口 看清楚她那双 因为煞气而血红的眼 也实在是突破了我内心承受的极限 压的一声过后 我本能的拍打着自己的肩头 而后向后退了几步 与从我膀子上缓缓落下来的竹尸 拉开了一段距离 结束了跟竹尸的亲密接触之后 我迅速从与那小鬼的对峙中冷静了下来 而竹尸在与我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 也终于模糊到了一个 我比较可以接受的视觉范围 看着雾气中略显乖巧的小鬼 我打心眼里明白了 距离产生美这句话 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面对着乍影乍现的小鬼头 我心神整定之后 首先想起了刚才她对抗猪头腰似的不作为 因而在怒火中烧间我就问她 为什么刚才不出手 我那么信任你 天天给你好吃的 关键时候掉链子 你对得起组织吗 听着我的质问 那个小鬼丫头深深的埋下了头 而后从自己的嘴里轻轻的挤对出一个字来说 怕 怕 我愕然 竹师果然是怕的 但是她怕什么呢 那个石盒傀儡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让竹师害怕的呢 我猜不通 启纯就在我刚想要进一步详细去问的瞬间 这鬼丫头突然靠近我 随后轻轻拉起我的手说 走 随着鬼丫头走自出口 她又伸出另一只手 指了指我们面前那一堆密密麻麻的围观群众 恍然之间 我明白了 她这是在给我们带路 或许穿过这一片令人生畏的人墙 就是这个阴阳界的出口了 对此 我心领神会间点了点头 而后冲蔡秋葵说 咱们走吧 我知道出去的路了 听着我的话 一头雾水的蔡秋葵立刻冲我说 老霍 你先等等 你刚才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为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啊 听着蔡秋葵的话 看着她一脸的茫然 我低头又审视了一下 自己身边的竹师 而后 又抬头问她说 不是 我身边站了一小姑娘 你看不见吗 小姑娘 蔡秋葵一脸诧异的 看了看竹师的方向 随后冲我摇头说 看不见 你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随着蔡记者的话 我恍然明白 竹师是只有我才能看到的 怪不得刚才我们经过竹师身边时 她蔡记者 并没有往那鬼丫头身上多看一眼 原来是根本看不见 既然事情是这样 那我也就免得再继续解释什么 因而我一边在竹师的牵引下 走向对面的漂浮在浓雾之中的人群 一边冲蔡秋葵继续说 看不见就算了 总之 跟我走 我现在有个向导 一准能把咱们安全的带出去 听了我的话 她蔡秋葵依旧有些忐忑的对我说 你说的靠谱吗 我怎么感觉 你突然神神叨叨的呀 面对蔡记者的疑问 我无奈一笑道 不靠谱又能如何 你看看周围的环境 老老实实跟我走 别跟丢了 随着我的话 蔡秋葵用眼扫尸了一下四周浓烈的雾气 而后摇了摇头 无奈的跟进了我的步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者 西宇禅 演播 张宇讲故事 阴阳食谱 第二百七十二集 就这样 我跟着竹师 而蔡秋葵跟着我 走进了那一片雾气中的人群 这期间 竹师大概在距离那一片人群一两米的时候 主动停下了步子 而后他松开了我的手 冲那一堆人里最前排的一位走了一步 并且昂头看着他 这一个人 瘦高的个头 灰白的胡须 穿着一件破旧补丁的中式马褂 是个看上去年龄很老的男人 除此之外 他的两只眼睛似乎有白内张 全都泛着空洞灰白的光泽 这是一张失神落魄的脸 在那张脸上 我看不见一丝生气 而且最为令人费解的是 这脸除去一般人所拥有的五官之外 我还发现他的面颊上 竟然还有一个拇指大小的小圆孔 那种孔洞我从没见过 不过从种种情况来看 我感觉应该是枪伤 而一个脸上挂着贯穿枪伤的人 竟然还能够站着 我想除了此人是鬼之外 也找不出别的合理解释了 面对着这个排在前头的死人 蔡秋葵与我同样忐忑 他轻轻拽了拽我的袖口 而后冲我起唇手 他脸上有枪眼 胸口没呼吸 分明是个死人啊 听完蔡记者的发现 我微微的向后仰头 冲他纠正的 其指这位 这里的所有人除了你我 都是死人 随着我的话 我又用手示意了一下 让蔡秋葵仔细看看 那老者身后的群众们 此时此刻我看得非常清楚 这些人 每一个的身上都有些致命的伤口 比如立在灰白虎老头身后的一个男孩 他的左侧锁骨就有一道巨深的刀痕 男孩右边的一个中年男人 则只有半个脑袋 中年男人左侧的一位孕妇 则于肚囊上裂开了一条口子 那里边的东西 我看都不敢看 这人群的种种惨烈 看得我心惊肉条 更让我恍然明白 在这个所谓的叫做阴阳界的地方 可不是我想象之中的荒凉之地 恰恰相反的是 这里热闹得很 有无数的孤魂野鬼 人妖精怪 驻足困顿其间 而且成群皆对 有老有小 可能也因此 那个从木盒子里跑出来的家伙 才会管这个特殊的空间为阴阳界 此时此刻 这阴阳界中的死人 忽然令我感觉阴森诡异 可是我却也并不过分害怕 因为他们此刻的注意力 并不在我们的身上 而是全部低头 注视着我们身前的 穿着逐绿色上衣的竹诗 那位带头的白发老人在看见竹诗之后 略微弯腰了下去 用那浑浊的眼 跟竹诗对视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竹诗仿佛跟那老者达成什么协议一样 两个鬼同时点了点头 再之后 那带头的老鬼缓缓扭动了身体 往后看去 带头的老鬼 在扭动身体的初始 是很令我心宽的 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在为我们让路 或者带领我们走出这片混沌的世界 不过 当这位老人彻底把头扭转过去之后 我原本刚刚放下的心 骤然又紧提了起来 原本刚宽下的心境 也瞬间被一种悲哀和惊恐所代替 因为此时此刻 我发现那白曲老人的后脑上 竟然是一个锥子形状的大洞 那洞有顽口大小 把此人整个后头盖骨都掀翻了 在锥子洞的尽头有一个小眼 从大小来判断 那个眼正是他面颊上的那个 看着这血淋淋的伤口 我立刻意识到 这应该是典型的贯穿枪上 子弹穿过人大脑 在前辈留下一个小眼 而弹体在体内翻滚 出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巴掌大小的大洞 也就是我面前那漏斗样的伤害 这位老者 的确是个被枪爆了头的冤魂 如此触目惊心的脑袋 看得我那叫一个心惊肉跳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更让我心惊不已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死鬼转过了身子 他们慢慢移动着 在竹师面前让出了一条路 一条人挨人的道路 之后竹师回身 又拉住我的手 重复说话 走 看着竹师那平静的脸 我忽然明白 这小鬼居然跟那老鬼谈妥了 要放我一马吗 眼看着有了活命的机会 我毫不迟疑的 跟着竹师走进了这些死亡的人群 同时忍不住用眼光 扫射着这些形态各异 死状凄惨的人们 说实话 这些人的死法 实在是触目惊心 对于我这样一个 从来没见过如此阵仗的人来说 完全是震撼性和毁灭性的视觉冲击 因而看了几眼之后 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 从这些奇形怪状的死人身上收回来 只低头看着自己脚下的那一方地面 而与此同时 我内心也在深深的思考 我在想 这些人到底是因什么而死 而他们死后 又为什么会久久的驻足在这个阴阳界中 不肯离去 而在思前想后之间 我感觉这些人的身世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当年128屠杀时 被日本人和那个西洋牧师 联合吭死在百人谷中的遇难同胞们 特殊的枪伤 身上被劈砍的痕迹 以及被摧残到无以复加的痛苦身躯 这一切 也只能和大屠杀三个字联系起来了 1928年那场惨烈屠杀 是鲁北乃至全国人心中的痛 到现在 具体有多少人遇难 全然没法统计清楚 我也不敢去想 而他们的死法又是多么悲惨 我也没有勇气去看 但是我心中明白 这些人在阳世时 已经是受够了那些屈辱和悲惨的 现在 在这样的阴阳界里继续徘徊 等待 想必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煎熬 一想到这些 我内心的感觉就十分不是滋味 同时 我心中暗想 就没有办法破掉这个所谓的阴阳界吗 或许这么做 可以让这些遇难的同胞安息 更能让石和小鬼这一类的 痴魅王俩无处遵行 就在我想到这些的时候 小厨师已经用他那冰凉的小手 引领着我跟蔡秋葵 出了这一片冤屈而死的人群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终于出了一口气 回身 我望了望那些悲惨的身躯们 无奈地长叹了一声 就又准备继续前进了 当竹师带着我们穿过那一片因屠杀而惨死的人群之后 我们面对的依旧是一片混沌黑暗的雾气 但是在穿过人群之后 这相同的雾气却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希望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面前的雾气 陡然稀薄了不少 自己脚下 那条原本已经消失的黑色石子路 也竟然又奇迹般的出现在了我们脚下 那一条黑色的路 弯弯曲曲延伸向前 虽然我不知道它通向何处 但它就像是一个生的符号 一个能把我们带出这片阴森古怪的阴阳界的标志 因此 我转身 一边指着脚下的鹿 一边冲蔡秋葵说 鹿又回来了 咱们顺着鹿 应该能走出 就在这时 我出自之后的话还没说出来 就突然听见浑浊的空气里 有一个狂妄而尖锐的声音 回应我的话 嘿嘿嘿 我来告诉你们吧 其实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随着这声音的突然出现 我跟蔡秋葵同时一阵皱眉 而后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把头扭过去 望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阴阳食谱 扭身之后 我发现那声音来自于我们刚刚穿过人群的那一侧 就在不到十米外的地方 一个三米多高的浑然巨雾 正立在这一片人墙的附近 那个东西因为过分巨大的原因 即使有雾气遮掩 但我也略微看得清楚 它似乎是一个三米多高 头顶着五六个猪手的妖怪 那些猪头腰的脑袋 一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 还发出灯泡一样的血木光泽 其实 即使看不清这些粗略的细节 我也知道 这定然是那个石河之鬼 已然用重新拼装后的身体 追了上来 而在我看见对方的同时 猪头腰似乎也看见了我 那家伙先是一阵刺耳的哀号 随后又冲死人墙这边的我们大喊 霍老板 我的心身体怎么样啊 听着那催命一般的呼喊 我哪还有时间去观察 那混蛋具体的样子呢 除了逃命 我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 医生跑自出口 我急忙抓住蔡修奎的手 随后于竹师的带领下 迅速沿着那条黑色石子路 往农物更深处奔去 而与此同时 我身后也传来一阵阵 巨大的脚步震荡之音 在那声音里 还有一个狂妄的话音嚎叫的 你们这些死鬼 等在我面前干什么 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不知道谁是主子吗 随着那石河之鬼的话音落下 我又听见空气中 响起了一连串的哀号与蹦剑声 听的人心中发颤 如果没猜错 那些人强一般的冤死鬼们 用身体为我们挡住了那石河之鬼的追击 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世界 对此 我在庆幸之余也非常不理解 毕竟那些鬼魂与我无亲无故 但是却为了我们两个基本不相干的外人 去阻止强大的猪头妖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不过 虽然无法猜透鬼魂的想法 有时间逃跑 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至于剩下的 我也只能在脱困之后 再细细的思索解读了 因而 我们一面听着那些害人的声响 一面加快了步伐 以尽可能快的速度 往路途的更远方 奔逃而去 随着我们的行动 那些哀嚎的声音 渐渐被我们甩脱在了身后 可是 当我强忍着肚囊上的痛苦 大概跑出百十米之后 原本已经渐渐听不到的沉重脚步 忽然又在我们身后打坐 过了一会儿 当我再次回身 我看见那个生长着五六个猪头的巨大身影 再次出现在我们身后 这一回 他的速度比刚才快了许多 而且手里似乎还抓着什么东西 一悠一晃的 看得人头晕目穴 看着身后那飞奔而来的家伙 不光我们 就连带路的竹狮也急了 那小鬼头回身望了一眼 脸上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惊慌 耳后他微减了速度 看了看四周 就又带着我匆忙转向离开了黑色石子路 往一个未知 且没有任何提示的地方奔去 竹狮这一拽一拉 让我原本就痛如刀脚的伤口上 再次像洒了一把细盐 但是为了活命 我别无选择 而与此同时 原本就看不见竹狮的蔡记者 更是不解我要做什么 因而 他在一边搀扶着我快速逃跑 一边还上气不接下气的问我 怎么不沿着路走了 到底什么意思呀 蔡记者问我的时候 我已经疼得呲牙咧嘴了 更没有时间去解释竹狮 以及他看不见竹狮的问题 因而在一声悲叹之后 我脱口而出 跟着感觉走 让他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 听完我的话 蔡记者先是一愣 而后 在如此紧迫的状态下 居然还挤出了一丝笑容 够乐观的呀 都这样了 还有时间唱歌呢 我心中无奈的自嘲 唱歌 这只是我安慰自己的内心血绍而已 就这样 眼看着由猪头腰合体而成的 巨大怪物 越来越近 竹狮领着我们的走动 也越来越急迫 而当大家又跑出 不知多少米之后 我们面前的雾气 渐渐开始变得稀薄 与此同时 两间低矮的水泥房子 出现在了我们前方 二三十米的地方 那间房子没有门窗 只有一个贴着封条的 鹤红色铁皮大门 看着这间低矮的碉堡 我瞬间愣了 因为我见过他 我绝对没有记错 那里应该就是我刚刚进入火葬场西侧的槐树林子时 看见的那一处 武警和部队存放某种禁品的仓库 这个仓库 此刻与我刚进入那片槐木林地时 所看见的最大不同 就是他所处的环境 在这片雾气里 我看不见槐树与我熟悉的地形 这些水泥地 更像是被什么力量 无端的移动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可问题是 什么样的力量能做到这一切呢 心中虽然有接二连三的纳闷不解 但是竹师把我带到了这里 我就没有选择 因而只能在竹师的带领之下 往那本不该出现在这儿的房子处 跑了过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者 西宇禅 演播 章鱼讲故事 阴阳食谱 第273集 在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的陶盾里 那墨色的水泥地堡 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而与此同时 我们身后那个巨大的 拼凑而成的身体 也在不紧不慢地逼近着我们 在这场亡命的追逐里 有几次我略微回头 提心吊胆地看了看 那身后的家伙 发现石鹤鬼 那三米多高的巨大身体 虽然恐怖恶心 但似乎也明显 迟滞他的行动 也因此 他迈动步伐的速度 反而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快 每一步和每一步之间 都隔着一个很长的间歇 而得益于他这种 并不快速的步伐 我们始终与他 有几十米的距离 不至于被他立刻追上 当然 即便如此 我们也并不轻松 因为他那厚重的脚步声 每跺地以下 都会带动起巨大的尘土飞扬 与声报聚产 那种震颤是前所未见的 令我们胆战心惊 激如惊鸿 在大地传导的震颤里 我甚至忍不住想 这么有力的脚步 如果直对着 挨上一脚 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对于那有力的脚步 不忌讳地说 我们害怕到了极点 而越是害怕 我们就越是没命地跑 甚至 随着那脚步的迫切 逃命之中的我 都忽略了自己腹部的伤痛 只是一门心思 盯着眼前那地堡的门 盘算着还有多少米 就能进去避难 三十米 二十米 十米 眼看着我们 即将冲刺到那 贴着封条的大门前 偏偏这个时候 又出了状况 就在我庆幸自己 即将赶到这避难门前时 我耳边突然画过了一丝 尖锐的破空之声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影子 砰的一声 坠落在了我们前方 那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距离前方带路的竹石 不足一米 在砸牙下来之后 立刻猛然带起了一阵 腥风血雨般的尘土 令我们担惊后怕 既有劫后余生之感 轰鸣声结束之后 我们瞪着眼 往那物体落地的地方看去 而后赫然发现 这个从天上无端掉下来的 竟然是一个人 巧的是 这个人我还见过 他就是刚才在白胡子老头背后的那位 只有半个脑袋的中年男子 此刻 这位半个脑袋的中年男人 比先前更惨 他仅剩的一只眼睛 一只耳朵 以及鼻子和口腔 都在不住的往外喷射着血液 整个人如一张大饼一样 陷入刚刚被自己砸出来的一个坑里 也不知道浑身骨头碎了多少块 脸上的痛苦 异于眼表 看着五翘流血的男人 我脑袋都麻了 而后回过身去 又看了一眼 那个石格鬼拼装的巨大身体 却发现人家 又从那三米多高的身体里 抛射出一个什么东西 轰鸣着 直撒向蔡秋葵的头顶 眼看着情况不妙 我大吼一声不好 而后迅速的出手 将上在云中雾里的蔡秋葵 猛推了一把 而与此同时 那石格鬼抛射出的东西 也在空中画过了一条 优美的弧线过后 又一次重重的摔落在了 蔡秋葵先前站立过的地面 又是砰的一声巨响 原本蔡秋葵站立的地方 再一次被砸出了一个井口大的深坑 气浪和碎石纷飞过后 我发现深坑内又是一具尸体被镶进去了 这一位比先前那位还惨 只露出两条枯瘦露骨的大腿 如筷子一样 直插向天空 看着这一具被石格鬼抛扔出来的身体 我立刻明白了 感情内石格鬼眼看着追不到我们了 就把那些先前作为人强组织他前进的遇难者 当成了炮弹砸向我们 看着这一切 我明白了 怪不得先前我看着那具身体时 发现有许多萝卜一样的玩意儿 挂在他四不像的身上 原来都是这个猪头小鬼 储存的人蛋 是用来弥补他机动力的不足的 虽然做法卑鄙 但是眼看着这混乱而让人无奈的一切 我内心的急迫感 前所未有的增加起来 因而在扶起蔡秋葵之后 我们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往地堡铁门的地方奔跑而去 而与此同时 我们身后的家伙 也在不停的扔着各种各样的死人 将那些本就受过无尽苦难的可怜人 一个个的扔向我们 当做他手中的炮弹 最后 也不知道是我们狗屎云临头 还是这家伙准头实在不佳 顶着这样的人流淡雨 我们还是奋力跑到那地堡铁门的门边 这一扇门 上面除去武警封条之外 还有一个巨大的铁将军落在上面 光那个锁头 就有拳头大小 看得我略微有些失落 不过就在我刚刚开始考虑 应该怎么样破除掉这个锁头的时候 为我带路的竹尸 却猛然挥手 竟然徒手 在那锁头上轻轻一画 啪啦一声 金属碰撞音过后 整个锁头就被竹尸的手赫然化碎成了四段 从锁心到锁体 全部一声而散 竹尸的手力 让我惊讶 而他也用实际行动 为我诠释了刀铃两个字的含义 面对着落地的破锁 娇虫小记 如果你看得见 就不会这么说 说完话 我也不管他猜忌着明白不明白 就一把将他推进了地宝的正门 紧接着闪身窜了进去 等我进门之后 竹尸最后一个跟了进来 而后我立刻转身 准备将那一扇不大的门重新关起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石河鬼再一次冲我们扔出了一具躯体 那一具身体 在空中画出一个长长的弧线之后 不偏不倚 正好砸进了我刚刚推开的门里 紧接着 我看见一个倒霉的 似乎是穿着灰白色衣服的人影 冲进了这地宝的中心 随后在这间屋子里 想起了一连串噼里啪啦的碰撞动静 然后消失在了我身后的黑暗 这个被石河鬼扔进来的倒霉鬼 真的吓了我一跳 因为它是目前为止 距离我最近的一颗炮弹 就在刚才它冲过来的时候 我甚至感觉到 它的身体已经擦到我的鼻尖 如果它再往前那么一公分的话 恐怕我的鼻子就会跟着它一起出去了 当然 即使没有画到我的身体 我也没时间庆幸什么 我得赶紧关门 严防那个巨大的家伙 趁机进来 纵然有许多的意外和枪林弹雨 但是我们凭借那一点点的狗屎运 还是全身 退进了 这间由武警和部队管辖的地暴之内 再之后 我经历了最后一颗人弹的袭击 紧接着 不顾一切的将身边的大门紧紧的关闭 又胡乱摸索到了 这铁门侧部的门栓紧紧插牢 当拇指粗的钢筋门栓被我插住的一瞬间 门上再次响起了一声巨大的打击声 呜的一声过后 这铁皮大门如一面大鼓一样 响动震颤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我的身体猛然被这一阵巨大的传导力击中 倒着飞了出去 也不知道退出了几米 摔倒在地上 最后碰到了一个类似铁柜的东西 停了下来 在这一片黑暗的地堡里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身体更因为铁门的击打 而失去了知觉 直到一束强烈的白色光线射入我眼睛之后 我才缓缓恢复了知觉 整个人才记起呼吸 恐惧和疼痛的感觉 在莫名的情绪和截后余声的夹杂之下 我最先于那一束白光前看见了蔡秋葵的脸 而后那女人把我搀扶了起来 我又才看清楚 那束白光是她握在手里用于照明的手机 随后我发现门口那扇巨大的铁门依旧在颤抖 门体上除去我刚刚摸到的那个门栓之外 又多了一段拴住门把手的铁链 而正是那条铁链代替了已经变形的门栓 承担了拦截那外力冲撞的使命 谁把铁链缠绕到拉手上去的呢 我起初以为是菜铁城 但是当我低头 看见在门边角落里蹲着的烛尸时 我感觉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当然 这个上铁链的人不管是谁 眼看着门没有被石壳鬼的力道冲破 我整个人的心暂时缓了下来 不过在这之后 我渐渐恢复的清理 却还是听到外边的愤怒 而令人心惊胆寒的声音说 霍老板 你躲在里边是逃不掉的 进了这阴阳界 天王老子也找不到你们 那石壳鬼的话 或许是为了吓唬我们 但是却也足够让我感觉到绝望 随着那句喊叫 打击的声音暂时停止了下来 而我也有了一些时间进行额外的思索 这一路见识过来 我有点想通了 似乎所谓的阴阳界 是一个分崩离析碎片化的世界 在这里 真实的景物与过往的历史 交织在了一起 所以我们才能看见死了几十年的人群 枯萎的槐树 耸立在虚物中的地堡 与并不存在的女鬼 这些东西 因为某种力量被滞留于这个独特的空间 并撕碎 整合 形成了这个被石和鬼称作阴阳界的东西 而如果我们找不到出去的路 那么外边的人 也自然不可能进来对我们进行援助 总之 这里是死地 我们纵然能躲避一时 但是 如果不和那石和鬼正面扛 干掉它的话 很难有存活的机会 脑子里乱糟糟的想法 比这个混沌的阴阳界还要混乱 各种杂七杂八的问题 与无奈 加达在一起的结果 就是令我的大脑无法思考 最后 我从地面上直立起身体 于蔡秋葵关切且恐惧的目光里 决定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伤口 想确定一下 自己的状态之后 再做定读 带着忐忑的心情 我拉开自己的上衣 把小腹部的伤口裸露了出来 紧接着 我发现自己的伤 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许多 此时此刻 我小腹部的伤口 已经因为剧烈的跑动而撕裂的老肠 暗红色的血液 不断顺着伤口 与肚脐的褶皱 缓缓地流淌出来 看得我心中绝望而无奈 面对着骇人的伤口 等等 辱照 随着蔡记者的动作 以及他退下来的东西 我愕然 因为我完全没想到 他一个飞机场 竟然还带着这种东西 随着蔡记者脱去内衣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一边急忙闭住眼睛 一边问他要干什么 面对我的慌乱 给了我一个美费的蔡记者 非常冷静地冲我说 副枪穿扣 已经进空气了 你必须爆炸 蔡记者说话 已经把内衣的松紧带 从肩膀上推了下来 而后他重新穿上外衣 把手中那个干净 卫生 还自带弹性的粉红色玩意儿 打了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结 完成一系列动作之后 蔡记者又说 在野外 最好的包扎材料 就是内衣 干净 卫生 还有弹性 之后 蔡记者静止来到我的身边 先把他手里的宝贝 像锅盖一样的部分 撕扯下来 垫在我的伤口 又把那些松紧带 紧紧的固定住我的伤口 精确的打了一个不松也不紧的结 松开手 蔡投回一边审视着自己的作品 一边询问我说 好点了没 此刻 我的腹部顿时有了一种紧绷的感觉 整个人也跟着踏实了不少 尝出一口气之后 我望着蔡记者 竟然第一次对他有了敬畏的感觉 我点头 冲他回答 果然好很多了 谢谢 随着我的谢 蔡记者只是轻描淡写的冲我摇了摇头 用不着 你有这谢的时间 还是多想想办法 看咱们怎么逃出去吧 随着蔡记者的话 我再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困境 而后在蔡修奎的搀扶之下 我站立起身体 首先扭头 问蹲在门口一脚瑟瑟发抖的轴尸 喂 把我们带到这里 有什么出去的路吗 随着我的问话 竹师一动不动 没有丝毫回答的意思 看着竹师 那又一次令人失望的表现 我抿了名嘴 终究没在质问什么 随后 我一边观察着地堡内的环境 一边转而回应蔡记者 小鬼 让咱们来这儿 就说明这里是有搞的 咱们先私下里找找 看看有什么暗道 或者可以使用的工具 随着我的话 蔡修奎跟我同时 调亮了各自手机的照明开关 把屋子里的景色 照射到最亮 很快 这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都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见的是一排排巨大的铁皮柜子 那些柜子被整整齐齐的 马放在这间几十瓶的水泥屋子里 每一只都带着黑色的千锋和白色封条 整整齐齐 给人一种压抑而阴森的感觉 他们就仿佛是封印魔鬼的工具 早在刚到火葬场的时候 我就听这里的刘宝安和苏法医说过 这些房间和地堡都是归武警部队使用的 里边具体放置了什么 火葬场大小人员领导都无权指导和支配 其中对此处最为熟悉的刘宝安所见过的 也只有一些被军人搬运进来的柜子与货柜 而那些刘宝安所见过的柜子 恐怕就是我们眼前这种 起初我对于这些箱子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因为相对于箱子里的东西 我更急于找到一些能通往外部的暗道 或者可以摆脱这个所谓阴阳界的法器 可是当我拿着手机 仔细照耀了这水泥房子一圈之后 却发现除了这些箱子 我好像也看不见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暗道 对此 我感觉十分的窘迫 没有暗道 也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待在这里等死 在极度的无奈和气馁之中 我心中的不甘渐渐累积着 而后在万般无奈之下 我又看了一眼那一动不动的竹尸 我和蔡秋葵 这才把注意力转移向了那些铁皮的 贴着白色封条的深黑色箱子 说实话 这些一人多长半人多高的箱子 我本来是沾都不想沾的 因为根据常识 武警在火葬场储藏起来的东西 肯定不是什么平常货物 而且当我真正接近那些箱子 往那些白色封条上细看的时候 又进一步验证了自己这不幸的想法 我看见 那些铁质箱体上 两道宣纸封条纵横交叉 其中一道写着的是封存的年月日期 另一道则明确用黑色毛笔自己写道 特等危险品 特等危险品 我诧异 而后转身问铜在身侧的蔡秋葵说 啥是个特等危险品 蔡记者知道吗 蔡秋葵此刻也在认真地研究着这封条上的文字 这位搞法治节目的大记者见我问 先是细细地想了想 而后非常认真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一来 武警和部队划分危险品的内容 和地方不一样 二来 在国家公开的危险品条例里 一等危险品 就是到头了 这特等危险品 我听都没听过 对此 蔡记者还对我普及说 所谓的一等危险品 一般是指枪支弹药 易燃易爆 和有放射性的物品 属于人见就死的大杀器 更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物品 平常是不好见到的 更不会随意的储藏 听完蔡的话 我不由地冲着这两张封条 皱起了眉头 枪支弹药 易燃易爆 也只不过是 一等危险品而已 那么这特等危险品 该不会是原子弹吧 可是原子弹怎么会放在火葬场 这么轻摔的地方 简直是开玩笑 在这样的自问自答中 我与蔡秋葵实在是猜不出 啥是个特等危险品 但回想着门口 那猪头妖怪的撞击之音 我们又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来改变现状了 必须要打开看看 说不定 这特等危险品 是什么狠牛逼 能改变战局的大杀器呢 把心一横之后 我将寄宿逐师的菜刀拿起来 刀背冲下 一面狠狠的砸向这密封柜的千锋 一面口中吐颜道 既然猜不透 啥是个特等 那就不猜了 打开看看再说 再危险 想来也不会比门外扔尸体那位更危险 看着我绝望的举动 原本表情忐忑的蔡秋葵 非常无奈的点了一下头 而后看着我一点点的 把铁箱的千锋和封条劈开 等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我把刀收好 随后与蔡秋葵一起伸手 将这一面铁柜 沉重的上盖 缓缓的打开 纵然这个黑色的铁皮柜子 有很好的机油润滑 但是在开启的一瞬间 它的荷叶上 还是发出了沉闷的滋拉声 仿佛是一个沉睡多年的老人 极不情愿被我们唤醒时 所发出的叹息 紧接着 一股非常浓厚的泥土味道 瞬间充斥进了我的口鼻 闻着那股味道 菜记者皱着眉 自言自语 铁皮箱子里有土的味道 难道 这特等危险品 是古董吗 随着它的话 我的好奇心也被调动了起来 一边用手机照明 一边伸长脖子 往这铁皮柜子的内壤里看去 起初 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木头的内衬 在内衬里 是一堆由碎纸片 粗麻 组成的巨量填充物 这些填充物 一堆堆麻放的全然没什么张法 但是又把整个箱子填充的满满 以至于我想单独拿出一条来看看 几乎不可能 包裹的如此严实 却没有锁 放入这么多的填充物 却没有特别明显的标识 这样的情况 可真是让我有些 不明所以 更加重了我的好奇 因此 我仔细的审视了一番 这盒子里的填充物之后 就一点点的从边缘 把这些填充物拽出来 同时 不住审视着 这盒子内部的情况 生怕一个不注意 弄坏 或者错过了里边什么东西 在我尽量细腻的动作里 那些填充物 被我拽出了也不知多少 后来再挖到小半米 深的距离时 我的手终于碰触到了一些 与众不同的东西 在一堆蓬松的纸张间 我先是碰见了一个硬硬的 表面带着粗糙颗粒的玩意儿 那东西表面平整 体感温和 从纸尖传来的触觉告诉我 那东西应该不是什么铁制品 而是某种陶土 或者石头的制品 这很是让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常识来判断 只要这东西不是铁器 那么就意味着这玩意儿 不是威力巨大的武器 而那方条上所谓的特级危险品 就很有可能是另有所指 而只要没有立即爆炸要命的风险 我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于是乎 我放心地把最后一层粗马也弄了出来 让我摸到的那个东西 彻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为首先发现人 当我看清楚这箱子里的东西时 我第一反应就感觉老纳闷了 以至于我一边抚摸着里边的玩意儿 一边脱口而出 竟然是口烟菜缸 特级危险品 是一口缸 听了我的话 表情原本极度忐忑紧张 还躲在我身后 担惊害怕的菜记者也傻了 于是 他也低下头来 仔细地审视着我们面前的东西 此时此刻 呈现在菜记者面前的那个特殊危险品 仅仅是一个上边略细 下边略宽的淘土制品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东西有面盆粗细大小 矮胖矮胖 前边口很小 略成仿锤形 虽然它上边还有许多细小的泥土 与板结物 没有清理干净 但是它略微粗糙的表面 确实跟我当年在农村见过的瓷瓮 没有任何区别 所谓的特殊危险品 就是普通农村 用来盛放粮食和酒的淘瓮 这本身就很匪夷所思 而更加关键的是 我实在是想不通 这样的一个破翁 到底危险在什么地方 见到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古董 咱实在是不能理解 因而在思前想后之间 我只好把疑问的目光 投递向我身边的菜记者 面带微笑 我冲蔡记者无奈的说 我说 大记者 您见多识广 能看出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来吗 他被贴个一等危险品的标签 又危险在什么地方 面对我的问题 蔡秋葵对着这巨大的坛子摇了摇头 这个 真看不出来 我是搞法律 不是搞古董的 实在帮不上忙 文言 我失望的点了点头 面对着这令人费解的危险品 蔡秋葵的一筹莫展 也是我的一筹莫展 因为我知道 这意味着 似乎在这间地堡里 真没有什么东西可利用的 我们除了等死之外 就再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办法了 虽然气馁 但也不甘 而带着不甘 就在我想说些什么 冲淡这种失败的气氛时 我突然听见 在自己的身后 一个如幽冥地狱传出来的声音 冲我俩喊道 毒气 听着那声音 我一个机灵直立起了身体 而后快速重复道 毒气 紧接着 我跟蔡秋葵匆忙回神 往那个说话之人的地方看去 起初 我以为 那半死不活的声音 是逐尸发出来的 但是 当我们用手电 照清声援处的景色之后 我很快发现 另有其人 我与蔡秋葵同时回神 就在大家 都看清楚那人的相貌之时 蔡秋葵突然口中大叫了一声 妈呀 紧接着就躲到我的身后 开始瑟瑟发抖 虽然蔡秋葵的表现非常懦弱 但是对于她的表现 我还是完全理解的 因为我们面前这一位 长得也太不像人了 如果不是蔡秋葵死拽着我 让我实在没地方躲 其实 我也挺想找个地方以来 回避一下 之所以 这位军人 令蔡秋葵感到恐惧 是因为她的致命伤害 太独特了一些 此时此刻 我面前的这位兄弟 个子受高 穿着一身土黄色的老旧军装 一看就是一只冤死在我这里的旧军人 肯定是这阴阳界中 遇难同胞的意愿 在这个人的身上 我看不出明确的如枪上 刀砍一类的致命伤 而与之对比强烈的是 我却又感觉这个人的身上 我却又感觉这个人的身上致命上无处不在 之所以对他有如此矛盾的感觉 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体上 特别是皮肤布满了一种 类似于口腔溃疡的出血点 密密麻麻 简直就像是一锅熬得烂熟的小米粥 这种景象 任何人看见 也绝对撑不过三秒 就这样 因为这位兄弟的样子过分残酷 所以我在三秒钟之后 也跟着快速收回了眼 一边咋舌往后退 心中一边打鼓 我在盘算着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进入这地堡之中的呢 又是怎么死 能死得如此凄惨难堪呢 很快 我想通了 在这位兄弟过分重口味的刺激下 也不得不想通 我还记得 就在我进地堡门的瞬节 那个石河鬼冲 我们扔出了最后一个人弹 那颗人弹就贴着我的鼻子尖画了过去 然后也跟着我们进了这间地堡 只是后来 我的脑部受到了重创 又在一连串的搜寻中 没看见这个人 所以一时忽略了这位 被扔进来的人兄 铁钉 那个被石河鬼扔进地堡的兄弟 就是我面前这位人兄 虽然 他长得实在是不敢恭维一点 但是想来 这个旧社会的军人 也是死于那场屠杀 他为国家为民族尽了中 但现在 却只落了一个 徘徊在这阴阳界中的效果 继续承受身体的苦痛不说 还让那个混蛋的石河鬼 当做球一样扔来扔去 实在是令人唏嘘 悲哀 毕竟他是保家卫国的先辈 因而想通了这点之后 虽然我的忍耐力已经爆表 但我还是强迫自己 抬起头来 认认真真地盯着那张脸 带着难以抑制的酸楚 我只冲他说出三个字 受苦了 听着我的话 这位毅力如泰山的军人 面不盖色 他冲我匪夷所思地 进了一个军礼 而后用他那已经 失掉部分嘴唇的嘴 继续冲我喊出那四个字 长官 毒气 毒气 我扭头 很自然地指着 我身后的陶瓷缸 你是说他 文言 这位救军人点了一下头 又一动不动 这一回 我完全明白了 不光明白 还由衷地后怕起来 毒气 我重复 继而冲身后的蔡秋葵解释道 这不是什么烟菜康 这是日本人当年留下的陶瓷毒气罐 这里边有毒气 听了我的话 蔡秋葵眼睛瞪的灯泡一样大小 继而他壮着胆子 来到那陶瓷弹跟前 用手机仔细翻罩了一下 似乎在找什么线索之类的玩意儿 而当蔡记者把颤抖的身体 从密封柜里收回来的时候 他又用迫切的声音告诉我 原来是这样 我想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在百人谷的火葬场 我都想明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者西宇禅 演播章鱼讲故事 阴阳食谱 第275集 随着蔡秋葵的分析 当年日本人在百人谷的罪行 渐渐的彻底的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之所以 日本人要抓住这些教堂中藏身的中国人 恐怕除了用来做刀枪靶子之外 还进行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誓言和残害 这其中肯定有毒气一项 再后来 这些毒气弹又被运用到了随后的那场灭绝人性的战争之中 毒弹用了多少恐怕再也数不清了 不过显然这其中有许多没有爆炸或者刻意存放的被保留了下来 后来 这些东西随着时间和战争的结束 被人彻底遗忘了 直到最近几年 随着城市开发和各种土木工程的进行 这些散落在市区附近的陶瓷毒气弹 被人们陆续发现 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武警和军队的人 就把这些和其他十分不好处理的危险物品 进行了集中的封存 而封存的地点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殡仪馆 至此 我终于了解到 自己面前的这些东西都是毒气弹 一旦打破那些陈旧的陶瓷外壳 后果很可能就跟我们对面这位老兵一样 浑身布满了可怕的出血点 最终痛苦而亡 除了这些信息之外 蔡秋辉还说 毒气这种东西 其实处理起来挺麻烦的 因为它内部的化学物质有不确定性 所以导致它不可能像一般的废旧炮弹那样 拆卸或者引爆了完事 必须要经过漫长的化验和监测 直到彻底了解这弹体里的物质 才能对症下药 可能也因此 武警才会把这些个玩意儿收集起来 特意放在这个距离市区最远的火葬场里 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之后再处理掉 了解了一切 我在恍然大悟之余 又有些由衷的纳闷 毒气的事 我是了解透了 也明白自己险些犯下了一些致命的错误 把这些特等危险品当作烟菜缸或者酒共弄开来看 但相对于这弹体的本质 更让我诧异的是 我们身后的鬼 为什么肯帮助我们 这个问题 其实 早在我于混沌中遇见那面人墙时 就在我心中转悠 后来 我眼看着那些徘徊于阴阳之界的冤魂 给我们让开了一条道路 又看着他们用自己残破的身体当人墙 为我阻挡了猪头妖怪的攻势 直到现在 这个老兵原本可以选择沉默的 可是老兵又为我指出了这危险品的关键 令我们避免犯下进一步的致命错误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阴阳界中 我从没见过面的人 非要帮助我们 心中的疑问 立刻转化成了实际行动 面对这个浑身不满伤痕的悲惨士兵 我略微愁愁了一下 紧接着开口询问 那个 大哥 我能问个问题吗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我们 好像没见过吧 随着我的话 那个旧社会的老兵身体晃动了一下 而后伸出流血溃烂的右手 将还算完好的手心部分呈现在我的面前 与此同时 我又听见那个老兵艰难的起嘴 冲我说了两个字 掌官 掌官 我诧异 为什么他要叫我掌官 我长得像当官的 还是说他认错人了 诧异与不解之中 我低头望向这个士兵的右手 而后在那右手的手心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原来在那个士兵摊开的手掌处 有一张皱巴巴的古老证件 那证件的封皮我异常的熟悉 证件还翻开了一角 露出霍海龙三个字 那是霍海龙的特务证 我随身携带的护身符 立即我恍然大悟 或许是在我被铁门击倒在地的时候 或许是在我拿手机查看四周环境的时候 我原本贴身收藏的 我爹霍海龙的特务证又一次掉落了出来 机缘巧合之下 这个证件又被这个遇难的老兵拾取到了 也因此 这个老兵才会把我误认成中统局的霍海龙 进而异口一个长官的叫着 为我们指明其中的要害 想通了这些 我自嘲般的苦笑了一些 紧接着 将那士兵手中的特务证收了回来 千想万算 我也决然没想到 这张霍海龙的特务证 竟然完全印证了霍海龙 对我爷爷张三豪的承诺 张家如果有后生改姓霍 那么就是武领变霍家私自辈的后生 以后 爆出名回来少不了好处 这一句话 现在已然由承诺变成了现实 他一次次的印证在这张特务证上 成了我的保命符 而且 现在竟然连鬼都认他 霍海龙 可以堪称 是一个能通阴阳的牛人 忍着心中的感慨与感恩 我把特务证缓缓收好 而后又进一步对那老兵说 这东西的确是我的 谢谢 说着话 我虽然不是一个军人 但还是伸出手 冲他 还敬礼制衣 而后 我又问道 那个 既然你想帮我 那么就麻烦你 好鬼做到底 能不能告诉我们 怎么逃出去 听着我的话 这个穿着破损军装的士兵 冲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办法出去 恍然之间 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丝失望 不过转念一下 我就又问这个士兵 既然这样 那有没有什么武器 能让我们解决掉门外的那只尸和鬼 杀出一条血路的 听了我的问话 这位悲惨的老兵非常令我意外的点了一下头 老兵肯定的答复令我惊喜一场 因而我急忙伸出手 连笔划在迫切地追问 这里除了毒气弹 果然还有别的武器 快拿出来 我们一起杀出去 听着我的话 这民国老兵非常淡定地伸出手 然后解开了自己的上衣 看着这一幕 我感觉今天也真是奇了 大家好端端的突然都玩起了脱上衣的游戏 刚才蔡秋葵脱掉上衣 抽文兄给我爆炸伤口 而现在这个民国老兵脱掉上衣 又是为了给我找什么样的武器呢 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我带着好奇 忍耐着恶心与忐忑 跟蔡秋葵把头齐刷刷 伸向这个人的腹部 看他往外 掏着身 在我们的注视之下 这位死状凄惨的老兵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而后在自己的裤腰与腹部摸索着 片刻之后 这个旧时代的老军人完成了腹部的摸索 将一把亲近着纤细的手枪拿了出来 毕恭毕敬的递给我 应该这是他生前用于防身的玩意儿 这军人手中的家伙事 看得我双眼放光 我接过手枪之后 左右晃动着看了看 发现这还是八成新的设备 只要里边有子弹 那么就应该能响了那种 握着这沉甸甸的手枪 我又冲这位老苦功高的老兵说 大哥 这玩意儿有子弹吗 是不是一扣扳机就响 听着我的询问 这位老兵艰难的点了点头 文言 我乐坏了 眼看着手枪在握 我内心顿时就有了依靠 一边把手枪上的浓血擦拭干净 一边感觉 我作为一个长官 是不是应该给这位老军人说几句鼓励的话 来个口头嘉奖什么的 才更应景一些 对此我立刻正色 对着这位抗日老前辈说 嗯 干得好 干得好 这个 你送枪有功 党国不会忘记你 历史不会忘记 等我逃出去之后 你有什么要求 就说 我给你向上级反应 听了我的话 那位浑身被烧伤的不成样子的老兵 突然 跪倒在了地面 而后 在我们的惊恶之中 冲我跟蔡秋葵艰难的 又吐出两个字来 烧 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阴阳食谱 超生 超度而生的意思 文言 我起初有些惊恶 不过很快我就想通了 更明白了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字里 所蕴含的巨量含义 超生 一般是指 王陵在不得脱生的情况下 所进行的一种宗教法术仪式 这种仪式我不懂 但是其中的含义 我心里却明明白白 很明显 这个士兵的意思只有一个 那就是 想让我出去之后 帮他打破这阴阳界的束缚 让他们这些 吃二茶苦 受二茶醉的无辜冤魂 不再于期间徘徊 不再受别人摆布 这个要求 恐怕也是先前那些死去的人们 对我们的期待 握着手里救命的枪 看着地上跪拜的老兵 以及那门边继续深陷绝望的主师 我坚定的点了点头 虽然感觉 这是一个十分不太好完成的任务 但我还是坚定的回应道 这位 兵哥 你就放心吧 只要我霍某人能活着离开 就一定带着大部队回来 解救大家 我们大家是不会忘了 你们的功勋和苦难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组织 相信领导 学着电视里新闻联播的话 我胡乱说了几句之后 那重伤的老兵 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又掉落了几滴灼泪 老兵的表情让人动容 我也想再说几句话安慰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个突然而危险的信号打断了一切 当时我身后那一扇隔绝地堡与外界的铁门 突然大声响动轰鸣起来 似乎有什么急重的东西狠狠地砸在上面 紧接着 那原本就已经变形的铁门栓 瞬间断裂弹飞开来 直打的一个装着毒气弹的密封箱体上 发出如重锤敲击的震颤声音 随着门口的突变 我与蔡秋葵同时把头扭了过去 而后大家惊愕地发现 门口的铁门已经在突如其来的巨大撞击里 碎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凹坑 原本拴在门上的铁链虽然没掉 但也已经摇摇欲坠了 立刻我意识到 这门绝不可能撑住第二次如此剧烈的攻击 而一旦门破 我们极有可能被瓮中捉饼 现在是必须要拿主意的时候了 权衡利弊 我迅速把各种因素于脑海中盘算了一下 随后觉得只有和那个石河鬼决一死战 才有一线升级 而为了取得这看似自杀般的升级 我还得主动冲出去才行 眼看着最后的防守即将被攻破 我回身 本能的先看了一眼那旧时代的老兵 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来不及诧异什么 我又转身冲蔡秋葵手 我必须冲出去决战 否则在地堡里打起来 石河鬼一旦弄破毒气弹 咱们就玩完了 听了我的话 蔡秋葵不无担心的冲我摇头 你只有一把小手枪 就算是出去了 也未必杀得了那个怪物呀 文言 我咧嘴一笑 带着颤枪回应道 谁说我要杀他 我只是要争取时间 好让你跑 我 我点点头又告诉他说 还看不出来吗 两个人都想逃出这阴阳界 已经不可能 要想活命 就只能一个人 一个人刺激跑 等我说完话之后 我转过身去 左手提着我的菜刀 右手握着老兵的手枪 一边攻身蓄力 随时准备反冲出去 一边冲蔡秋葵最后吩咐了 你出去之后 找赵海鹏跟我饭店隔壁的同掌柜 这两个人 懂阴阳界的门道 让他们帮着给我收拾 收拾残局就是了 随着我的话 蔡秋葵在我身后喊了一句 可是 可是他后边的话还没说完 就立刻被我不耐烦的大声 拨斥了回去 我最后吼道 别废话 照做就可以了 说来也巧 就在我的吼叫声刚刚落地的那一瞬间 这水泥地堡的门 再次传来一阵剧烈的冲击声 紧接着 随着一阵扑鼻而来的烟尘 那门上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铁锁链 彻底断裂 崩碎成了数段 门板也跟着敞开 碎裂 而就在开裂的同时 一个比面盆还大的巨石 也跟着翻滚了进来 看着那大石 我恍然明白 这妖怪砸门的频率和力量 比先前大了好几倍 原来他在这尖歇的时间里 找了一块巨大的石头砸门 那力量自然远要比死人 猪头一类的 巨大好几倍 眼看着门被蛮力撞开 我丝毫没有停留 立刻反冲了出去 紧接着就在地堡门外 看见了一个巨大而灰白的身体 横跟在我的面前 这一具身体 距离大门太近 以至于具体样子 我没能看清楚 就贴着他的脚步 绕到了他的背后 而既然已经冲到此物的背后 我就抱着先下手为强的想法 迅疾出刀竭尽全力 狠狠把手里的家伙 在他身上硬砍了一刀 自杀一样的决战 就这样开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者 西宇禅 演播 章鱼讲故事 阴阳食谱 第276集 正所谓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因此 在这场无可避免的决斗当中 我绝不当遭殃的那个 为了不遭殃 我甚至连自己对手的样貌 都没看清楚 就在他背后 猛砍了一刀 而后快速借着惯性 继续拉开距离 这一刀过后 那一句三米多高的腐败 身体上 立刻传来一阵 似痛似笑的狂放声音 那声音冲我喊了 嘿 哟啊 火老板 属狐疯子的 却会遮人了 就在石河鬼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我已经借着冲刺的力道 翻滚到距离他五六米 开外的地面 而当我忍着疼痛与擦伤 站直了身体时 我这才有机会 彻底看清了 这鬼怪的样子 那东西 就像一只巨大的蜈蟄 或者蠕虫 放眼而望 我发现这个石河鬼 与猪头傀儡所拼接的新玩意儿 至少拥有五对足 和数不清的手 他们全部整齐地排列在身体两侧 并用那些青绿色的树根藤腕 固定在了一起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 这蜈蚣一样的玩意儿 有一个由乱七八糟的人肢体 组成的巨大尾部 头顶上还顶着六个猪头 和一个人手 如朵花一样 立在这蠕虫的顶端 这个怪异的组合 就仿佛一个巨大的西兰花菜头 插在一根多次的蒜苗上一样 格外给人一种 不伦不类的感觉 我看着这具胡乱拼凑的身体 而西兰花菜头正中的石河鬼脑袋 也在俯视着我 四目对视之下 那石河鬼冲我狂妄地说 祸老板 我这个新身体怎么样 想不想也变成我的一分子啊 闻言 我狠吐了一口唾沫 我呸 一点创意都没有 根本就是一根巨大的虫草 拿你煮汤再合适不过了 听着我的话 这个巨大的虫草扭转过了身体 一边抬起它那有腐蚀组成的恶心尾巴 一边微笑着冲我叫道 那就来试试吧 看看是你变成我的肉 还是我变成你的汤 文言 我再一次攻身凝眉戒备 其实 在直面了这个巨大的虫草之后 我内心反而是平静了不少 因为我早就知道 自己这一出来 定然是凶多吉少 搞不好我会死在这里 变成这棵花菜虫草的一部分 但是 不这么做 我又能如何呢 眼下的局面之中 我也只能冒死一搏 以求后生 与其坐以待毙 或者让地堡中的毒气弹毒死 那还不如爷们一点 为蔡秋葵的逃顿 多拖延一些时间 说不定 他逃出去了 我还有一线生机 况且 我手中还有竹师 如果我被逼到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大不了按照那个老猫妖的建议 让竹师喝我的血 保命就是了 带着这样的想法和杀手锏 我起初还是想以托字为主 冲那吴公一般的家伙 嘲讽他气 然后再开打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位吃过我好几次 类似招式的毛毛虫 压根就不再给我这样的机会 在看清我的所在之后 那石河鬼高坐在身体顶端 一边俯视着我 一边抬起他厚重的尾巴 猛然横扫 拍打向我的脑袋 在石河妖狂妄的大笑中 我看见他肥厚的身体猛然一侧 紧接着就把那个由残肢 碎腿 树根 以及各种不知名东西组成的后缀 砸向我的头顶 眼看着这东虫下草 尾巴快速甩了过来 我内心的紧张骤气 而后本能的向后退了开去 领领看躲不开 就立刻倒在地上 翻滚了一下身体 也亏得我刻意翻滚了一下身体 那石河鬼的甩尾 这才贴着我的额头 斜斜的击掠过了我的身上 有惊无险的 躲过了这一次迅猛的攻击 在这之后 这条巨大的尾巴 猛然撞击向了我旁边的地面 并且发出了爆炸一般的恐怖炸音 砰的一声过后 我面前又是一阵飞沙走失 这动静震得我耳膜生透 更让我恍然明白 原来刚才我听见的这家伙 发出的那种震撼堕地声 并不是他脚步发出的 而是这条用死人血肉拼凑的尾巴 虽然咱非常不解 为什么这个蠢货 要拖着如此之长的一条尾巴 但是通过他这一攻击 我却看出了这货 除了力量大 甩尾快之外 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而且 其腿短身大 行动不便 更是他弱点中的弱点 这真的着实让我收获不小 在这只东虫下草 一击未曾得手之下 我虽然吃了一嘴的渣子 但是他腹部的许多条腿 也因此而彻底暴露在我的面前 反而令我记上心头 结合这家伙的弱点 我猛然站起身来 握紧手里的菜刀 又是一个轱辘 瞬间就进到了这大家伙的身体下方 紧接着 我毫不犹豫的把手里的刀猛然挥舞而出 往支撑这血肉傀儡的十几条腿部抗去 这个巨大的血肉傀儡 主体部分 由五到六只猪头妖怪的肢体组成 而这样大的身体 支撑他们的腿 就多达十几条 走起路来一摇一摆 非常不便 而这就是我认定的最大软肋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饭店老板出身 用起刀来 自问也不算差劲 所以手起刀落之下 我非常顺利的砍断了 这虫草怪其中一只脚的踝部脚筋 并亲眼看着那脚流出一些鲜绿色的液体 匪夷所思的液体 从那条腿里流淌出来之后 原本紧绷的腿瞬间瘫软了下去 紧接着造成了那肥硕家伙的身体 猛然颤抖失衡了一下 虽然未曾彻底摔倒 但也是亮相半天 才勉强支撑住了身体 眼看着有用 我就撞起胆子 接连挥舞出道 把他的两条腿一一砍中 全部击打在他脚踝和膝盖的廉筋部位上 游刃有余之间 那两条被砍的腿先后冒出绿色之叶 紧接着都失去了移动功能 而十条腿瞬间被我破去三分之一 这怪物也变得更加迟钝 更加愤怒 哇的狂吼一声 这个拼凑而成的巨大傀儡 一边搜索着 用剩下的几条腿脚踩我 一边把他的尾巴收回 又高高的举起 紧接着 令我终身难忘 且无法理解的一幕 发生了 起初 这个拼凑的大型傀儡 举起自己的尾巴时 我是没法理解的 毕竟 我就在他的腹部偏右的位置 按照那四五米长的粗尾巴来看 他不可能扫到我身上 而且他那破尾巴 举得比脑袋还高 更不可能是用于支撑身体 以弥补自己腿脚的损失 这些蹊跷都让我想不开 更让我感觉这祸 保不齐要放什么大招了 不过此刻 我待在他多腿的腹部 需要躲避剩下的八九只脚 不停的盲目的踢踹 因而也分不出多余的神经 来管那条破尾巴 而趁着石河鬼举起尾巴的瞬间 我则继续用菜刀扩大战果 在石河鬼附下 那些腿中左凸右冲 上下翻飞 狐疲乱砍 不亦乐乎 胡乱劈砍了一番之后 我又不忘重点进攻 把一条盲目踹向我的腿抱住 而后从小腿肚子的部分用刀猛劈 我接连奋力的两次挥刀进攻之后 石河鬼那条腿受了巨大伤害 虽然没有被我彻底砍断 但是也彻底失去了移动能力 晃悠悠的挂在身上 仿佛是多余的肉坠 转瞬之间 这石河妖的腿就被我劈掉了小一半 他的身体虽然并没有因此轰然倒地 可也是摇摇欲坠 严重倾斜了 眼看着即将大功告成 我内心激动难耐 可就在我准备冲进他的腹下 进行更加猛烈的攻击之时 这场面上的情况 再一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偶然抬眼 我发现那石河鬼 原本高高竖起的尾巴 竟然奇迹般的开了花 而且还开始下蛋 就在这个时候 他高耸的 由血肉拼合的尾部 突然从中间裂开了四半 紧接着 从里边扑通扑通掉下来四五个 多半人大小 还拉着青绿色藤腕的黑褐色圆球 那些圆球 掉在我的四周 上来就冲我的位置 进行了一番猛烈的攻击 突如其来的下蛋攻击 有点让我措手不及 但是好在于 这些掉下来的玩意儿 并不精确 进而我掠尸脚步 就全部避开了 石河鬼不但腿多 屁股还会下蛋 这样的状况 倒是真的神奇 而且凭借本能 我意识到 他努了半天 才下出来的这些蛋 应该不仅仅是为了 胡乱砸人那么简单 宁神戒备之中 我很快发现 这一个个被树木根条包裹的 黑乎乎的东西 在落地的一瞬间 就开始迅速伸展 最后变成了一个个的人形 在稀薄的雾气中 那一个个人形的东西 浑身湿漉漉的 仿佛浸泡了许久 从形体上看 他们应该都是女人 身体之上 只有一件简单暴露 腐败的五颜六色的旗袍 包裹在身上 这几具尸体 最大的特点就是 都没有脑袋 而猴头脖梗 原本放置脑袋的地方 现在则完全被一根根 巨大的树根代替 相对于腐败的尸体 那些树根 则更加恶心一些 他们插在 女性俯视的喉管 与脊椎附近 宛如控制木偶的提现一般 把这些女尸 与石和鬼 巨大的尾巴 联络在一起 看着这些无头旗袍女 我恍然间明白 他们应该都是我饭店 地下室里 用来坐镇 镇压石和鬼的遗师 在被石和鬼 砍掉头颅之后 又悲催的被她 做成了提线木偶 用于进宫 真是丧尽天良的创意 四具女性俯视的出现 令我意外而震惊 但还没等我看清楚这玩意儿 应该怎么应对 那四具尸体就对我开始了 鲜发制人的打击 彻底舒展开来之后 其中一具 红色旗袍的女人尸体 急速向我的方向冲来 紧接着伸出手爪 直插向我的双目 红袍女尸这一击 让我恶然发现 她的速度 远远超过石和鬼本身 更在灵活性上 远胜于我先前遇到的 猪头傀儡 目测之下 我立刻意识到 自己大难临头了 突然间 一阵绝望和压迫感 闪过心头 而后我就发现 那女人 已经伸着血红色的大长指甲 挺进到了我的胸前 看着那女尸鲜红色的大长指甲 我意识到 自己已经没有了闪避的时机 要么硬扛 要么死 万般无奈之间 我还算沉着的举起手里的刀 而后把开刃的一面 正正的对准了那只 直插向我胸口的手爪 刀爪相交 这女鬼的手掌 没有丝毫的停留 而我手里的菜刀 则发出了裂锦般的呲拉声 而后 这徽家祖传菜刀 以我能看得见的速度 把这只手臂从正中劈裂成了两半 但即便如此 那一只手依旧毫不减速地 进击至我的胸口 纵然在这一劈二裂之下 那只手已经化成力量分散的竖叉 可是这竖叉的威力 却也依旧呛大 令人胆寒 在分叉手仅有的两个完好的指头 戳中我胸口的那一刻 我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衣服背着两根指头 如锥子一般穿破 而后这指头又点在我的胸口皮肉上 虽然没有彻底穿透 但是也痛了我一个寒颤 这一击虽然是强弩之末 但也足够惊人 因而我在勉强制止了 这异常残酷的第一击之后 立刻陡然撇刀 先把我胸口这俩半蹄子 一下子斩断 后又把身体与刀猛然抽回来 继续 往这条毛毛虫的许多条腿下边跑去 经过这一番打斗 我已然知道 这条虫子最致命的弱点就是 它的许多条腿 只要在它的腹部找好位置 那么它既看不见我 又不能对我进行有效的反击 而我一旦离开了这个狭小的区域 那么等待我的 就是它无与伦比的蛮力 与四个旗袍傀儡的轮番进攻 到那个时候 我就是九死一生 再有了明确想法 我绕开了这穿着红旗袍的五头女士 以自己所能想象的最快的速度 往这多腿快的正下方钻去 而与此同时 另一只穿着白色破烂旗袍的五头女士 依然不备 又从斜后侧一跃而起 直跳向我的头顶 纵然白旗袍女士的脖梗无头处 连接着树根引线 但是它能跳得那么高 而且迅速 也着实出乎我的意料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 我旁侧的石河鬼 似乎也猜透了我的意图 它一面派白旗袍女 急速追赶我的同时 一面用紧剩的五条腿快速移动着 企图不让我再一次钻入她的腹部 现在 比拼的 就是速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者 西宇禅 演播 章鱼讲故事 阴阳食谱 第277集 面对着白色旗袍女士的逼近 与多腿怪的远离 我丝毫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往多腿怪的腹部拼命窜 希望能用她那些不太灵光的腿 阻碍着跳跃女鬼的攻势 很快 我成了 只不过 是功败垂成 虽然拼命的逼近食和鬼那腹部与下肢 是我目前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保命方式 不过遗憾的是 我纵然使出了最大速度 却也不能摆脱那弹跳力极强的白旗袍女鬼分毫 就在我即将窜入那预想地点之前 白色旗袍的无头女鬼悄然而至 她像个杂技演员一样 凌空跳到我的身侧 随后伸出那腐烂的脚 用膝盖把我的腹部重重的一踢 而后我就倒着飞了出去 再没能接近那食和鬼的那些腿 等我在地上刚站稳的时候 自己已经距离那个西兰花菜头十几米远了 而且我心中更加明白 只要有这四个武通女尸 横跟在我跟大虫草之间 我就不可能冲过去解决掉她 相对于我的步步被动 那个在西兰花顶端的食和鬼 则是得意的很 此时此刻 她唯一露在外边的家脑袋 蔑视地看着我 并通过关联尾部的树枝 让那四个形象破损 但异常灵活的旗袍女尸 扭着屁股 缓缓地走向我 狂妄之中 那位于巨大血肉傀儡最顶端的食和鬼 再次放眼 霍老板 这四个女人生前我都见过 用你们人类的话说 可全部都是碧月羞花的美女 你死在他们手里 也算是厌福不浅了 食和鬼说这些不要脸的话时 我分神看了一眼地宝的方向 发现蔡秋葵已经趁机逃遁进了这一片淡淡的雾气 只留下了一个朦胧的影子 而竹师则跟先前那位浑身满是出血点的老兵一起站在门口 满眼担忧畏惧地看着我 看着这一幕 我喜忧参半 绝望杂陈 小厨师还跟先前一样 异常畏惧这只食和里的小鬼 不敢越雷池半步 不过此刻 蔡记者已经跑远 也基本上完成了我的设想 我知道 在这之后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 除了多拖延一些时间 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 了却了一桩心事 我即刻转身 又一次直面那虫草一般的巨大傀儡 和四个穿着旗袍的无头女尸 一面握紧手里的刀 一面沉下脸 我强迫自己冷静 等待着反击的机会 和思索着敌人的弱点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四个旗袍女鬼 再一次冲锋向我 只不过这一回打头的 是一个穿着豆绿色袍子的女士 这一具女尸和先前那几位 最大的不同就是 略微发胖 她冲到距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之后 猛然停下了脚步 而后快速的行动起来 冲我飞起一脚 这一脚的速度算不上快 因而我很简单就避开了 之后趁着空挡 我又猛然挥舞出手里的刀 往那女人的肋骨上 拼命的看去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令我全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我的刀击中绿气跑女人的瞬间 她的肋骨咔嚓一声脆响 断裂了至少十几根 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 可就在我心满意足 准备继续扩大战果的时候 我却意外的发现 自己的刀拔不出来 刀拔不出这绿胖女人的身体 其意外之大 完全超过了我身体所受的一切损伤 因为我不可能放弃这把刀 甚至于不能让这把刀 离开我的手臂分毫 毕竟这是我最后的杀手键 如果我实在周旋不下去的时候 我还必须靠无妖老的办法 试着翻身 急切之中 我顾不上这许多 使劲用手往外拔着这刀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 这一切都是徒劳 就在我发力拔刀的瞬间 这个绿旗袍女人 突然猛烈的颤抖了起来 而在她抖动之余 迅速缠绕包裹住了我的刀 和我拿刀的手 被困住手臂之后 我突然明白了 这个身形微胖的旗袍女人 她实际上就是一个钓鱼的耳 她诚心让我砍 目的就是为了用藤腕缠绕住我 好抓住我这条大鱼 令我不可能移动出她的身体分毫 这个石核小鬼的想法 太阴毒了一些 虽然如此 我并不甘心 虽然我的一只手不能动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只手 而我的那只手里 还有手枪呢 在越来越被动的情况里 我急忙用手指打开刀鞋 随时准备开枪 起初准备瞄准这个 缠绕我的绿旗袍女的心脏 而后因为那个长直扎的红旗袍女 又一次蹦跳过来 急速用长指甲插向我的胸口 才令我不得不改变了目标 枪口调转极下 我把手枪猛然抵住 这已经冲到我面前的红旗袍女身上 瞬间抠动了扳机 那个老兵果然没有骗我 在我抠动扳机之后 我手中的枪支迅速发出了砰的巨响 紧接着那攻势凌厉的红衣无头尸体 被射出的子弹 震的倒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开打之前 我紧记着蔡秋葵的话 对付这东西 打心才有效果 所以刚才那一枪 我是直接往新窝子上去的 不过 我毕竟不是学人体的 一辈子又没打过几回枪 因此这一击有多大准头 我心中并没有底气 不过从这一枪的效果来看 实在不错 更让我明白 我似乎歪打正着 找到了这些女人的要害 令我有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兴奋之中 我来不及多想 立刻又举起手里的枪支 再一次瞄准向了 不断用数万 缠绕我身体的旗袍女士 好从这被动的逆境里 把自己解救出来 秉析宁神之中 我在那白旗袍女士 还为参战之前 猛然开枪 在近乎于零的距离上 直接用子弹 穿透了她的前胸 紧接着 这个穿着绿色旗袍的女鬼 浑身颤抖了一下 胸口被打出了一个 顽口大的洞 我这个人 没当过兵 对武器实在没什么研究 更不知道民国老兵 给我的这把手枪 是什么型号 有几发子弹 但是我知道 这把枪的威力足够大 以至于一枪 可以让红衣女士倒下 又一枪 可以让绿袍女士心口开动 眼看着这辉煌的战果 我心里顿时有一种 中国队长喜货革命炮的感觉 心中对这四具女士的恐惧 也瞬间消失全无 就在这时 我一边抬手 用手枪不慌不忙的 冲我威胁最大 弹跳力最好的 白旗袍女士处瞄准 另一面 则等待着困住我手和刀的 绿袍女士也倒下去 虽然有句话叫 手里有祸 心里不慌 可是等着等着 我内心就开始慌乱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我发现 场面不太对劲 在我两枪过后 能对我构成致命威胁的 只剩下那个弹跳力 极好的白旗袍女士 和一只自始至终 没怎么出过手 对付过我的黑旗袍女士 可是这二位 此刻非但不继续进攻于我 反而还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这场面让我诧异 更让我警觉 但也就在这个时刻 我突然觉得自己那只被树干缠绕的手 反而被缠绕的越来越紧 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 心生惊恶之间 我又回过头绪 随后我惊讶的发现 那个被我用手枪击穿胸口的绿袍女士 非但没有倒下去 反而把越来越多的树根藤蜂 吐出自己的身体破口 就连枪伤处 也开始一点点挤出更多的藤之类的 用于包裹我的身体 这些东西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 然而更加颠覆 并令我绝望的却是 先前被我用手枪 推打出好几米远的 那个红旗袍女士 竟然亮腔着又站立了起来 一步步的挪动向我 枪 即使射穿了这些尸体的心脏 也没有用吗 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里 我的嘴张得老大 惊恶的无以复加 而在这些无头女士的身后 那个从石河中跑出来的小鬼 却异常得意 不能自已 他镶嵌在那重体顶端的脑袋 狂放的冲我喊道 霍老板 吃惊吧 刺激吧 你还真聪明啊 每次攻击 都打要害 那个厨子身边的女人告诉你的吧 不过可惜了 他们不是我的傀儡 他们只是提现的木而已 随着这石河鬼的狂妄叫喊 红衣和白袍女鬼同时冲我窜了过来 一个紧贴地面 一个如跳槽般高高跃起 这一次我可抓下了 因为我只有一把枪 面对着两个同时过来的目标 我无从抉择 实在无奈之中 我破罐子破摔 选择冲地面的红袍女尸又开了一枪 而就在那倒霉女尸因为枪击又一次重重倒在地面的时候 从天而降的白旗袍女人也恰好降临到我的肩膀 紧接着 她在我的肩膀上来了一个独特的金鸡独立 平心而论 这女尸并不重 落在我肩膀头的动作也颇有体操运动员的灵动美感 但问题是即使再美 那也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 她猛不丁地重重的踩我那么一脚 我也根本就吃不消 也因此 在那女尸踩住我肩膀的同时 我的膝盖也重重落在了地上 枪也因为这重击而摔打了出去 而后 那个绿色旗袍的无头女尸 更加快速地从伤口里分泌出巨量的树根藤腕 把我右半侧的身体几乎完全包裹住 很快 我在这双重的打击之下 失去了活动的能力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伴回在地面 一动不动 但是 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因而 我那与刀几乎完全连接在一起的右手 艰难地摸索向 刀锋的边缘 不断地 一点点地用大拇指 改变着刀的方位 跟无妖老说的一样 我要让刀铃喝我的血 我要用最后的撒手解 此刻 我的努力全部被那层层叠叠叠的山树根茎覆盖了起来 因而那个虫草顶端的石河鬼丝毫看不见 可能也因此 他得意地笑着 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瓮中之鳖 必死无疑了 看着我眉头紧锁的样子 那端坐于虫草顶端的石河鬼咯咯地笑着 紧接着 一颗脑袋 急速伸长 出了躯体 缓缓地移动向我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这石河鬼的脑袋 与那虫草间竟然也是用粗壮的树根联系起的 是真真正正的脖子以下全是树木 而在那树根的无尽伸长之中 石河鬼的头颅竟然奇迹般地跨越了十几米的距离 最后落在白色旗袍女尸的身上 得意地俯视着我 怎么样 霍老爸 死心了吧 文言 我的手一边奋力构想还有两三厘米的刀锋 另一边为了拖延时间 带着嘲讽般的质问他说 哼 你这个变态 你到底要干嘛 既然抓住了我 为什么 不痛痛快快地让我死 听了我的话 这个石河鬼变化的家伙 用冷冷的眼神注视着我 而后干干地回答我 我说过的 你的身体 特别是你的这张脸 我有大用 所以我要完整地弄下来 就在石河鬼说话的时候 他身后那个自始至终 没对我进行任何袭击的黑色旗袍女尸 缓缓地走了过来 而与此同时 石河鬼的那颗吊死鬼脑袋 冲我像讲课一样地夸夸他 霍老板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很痛的 你的朋友和家人 更不会知道我变成了你 说到这里 他还自明得意地冲我 想起了 我向你保证 今晚 你消失在了一片大雾 明天 你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会跟现在 有任何的区别 扯淡 我吼道 蔡秋葵跑了 赵海鹏知道这儿的事情 你不可能瞒过谁的 听着我的话 他又一次笑道 我当然有办法瞒过去 因为我能做出一家乱真的血肉傀儡 我能让你的人都变成我的皮囊 就在石河鬼又一次得意而不能自已的时候 那个黑色旗袍的无头女尸也终于走了过来 而后 这个女人立在我的面前 开始缓缓地脱掉自己的旗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今天晚上所遇见的事情都够凶险荒唐 而其中我认为最荒唐的就是有人接二连三的脱衣服 因此 当我看着黑旗袍的无头女尸 在大庭广众之下又一回脱衣服时 我心中竟然感觉非常的郁闷和无奈 先前菜丘奎妥 之后老兵妥 现在就连这无头女尸都在脱 一时间 似乎脱光光成了流行趋势 好像每个人都喜欢在自己的衣物中 放点什么厉害的东西 关键时刻拿出来用吗 而且 这一句无头女尸的动作是彻底刷新我的忍耐底线的 要知道 这黑旗袍的尸体可不是什么身材超棒的模特相尸 而是一句高度腐败 从墙壁里挖出来不到六个小时 而且还带着巨人观的女尸 这样的玩意儿还敢公开于我的面前大秀身材 也太令人恶心了吧 这种过分重口的画面 我是嗤之以鼻的 但是无奈身体被人家锁住 根本就无法移动分毫 更别说看或者不看了 总之我现在的感受是如坠噩梦之中 为了尽快结束自己的噩梦 我把自己的手指头尽力往刀的锋锐处摸索过去 此时此刻 我握刀的手其实已经略微摸索到我菜刀的锋利边缘 只是狭小的空间还不足以使我的手被那刀锋划破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令自己的手在层层树根的缠绕之下 努力向刀刃更锋利的地方延伸那么一厘米 而就在我与时间赛跑努力争取着一厘米的时候 那个浑身高度腐烂的女人却悄然完成了脱衣服的过程 将一个不能称之为人胸的胸完全暴露在我的面前 看着这女人的胸膛 我必须承认自己震惊了 而且是那种由衷的屁滚尿流的震惊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不是自己实在脱不开身 我很可能会立刻逃跑 毫不顾忌别的逃跑 之所以在那一瞬间 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就在这女尸的胸腹部 并没有我所能想象到的任何腐败 或者香烟的东西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在她的胸口所能看见的 是一张嘴 一张黑洞洞的匪夷所思的嘴 此时此刻 这女人旗袍以下覆盖的部分 早已被什么人或者什么力量给掏空了 她没有乳 没有肚 所露出来的只有一个黑漆漆的脸盆大小的圆洞 这个洞里边黑乎乎一片 不知道有什么 但是它的边缘处骨肉外翻 看着非常吓人 而且尤为变态的是 尸体胸口的大洞竟然还露着两盘肋骨 这肋骨的白森林立让人浮想脸皮 这两排肋骨镶嵌在女尸胸洞的两边 怎么看怎么像是被人硬生生截断 它每一根都露出尸肉拇指长短 而且这肋骨的尖端被人刻意打磨过 一根根全部尖锐雪白的下人 整齐排列在一起 更像是恶鬼的獠牙 这样的胸洞再加上獠牙 就只能让我想到一张锯口 这样的骨骼与胸洞已经足够害人匪夷所思 不过就在这时候 这黑袍女人又发生了 更加令我无法接受的事实 在我变清了女尸的胸前恶口之时 那黑旗袍的女人 也突然把她的胸前大洞伸了过来 眼看着就要冲我的脑袋挤压下来 看着这一切 我恍然明白 感情这女人的胸前大洞果然是一张嘴啊 她要把我的头给咬下来吗 眼看着这恐怖的胸口 距离我的头脑越来越紧 情急之下 我破口大喊 先骂了一遍这十合腰的十八倍老祖宗 又叫了一遍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她之类的狠话 但是在我绝望的吼叫中 这个十合鬼却罕见的没有过多回应 她只是一边看着我的脑袋 渐渐被女人的胸口包裹起来 一边平静的回复我说 好好享受下这个过程吧 我们不会立刻杀死你的 必须先憋死你 再把你的头用她的肋骨锯下来才行 否则的话 脾相就坏了 听着这十合鬼冷酷的话 我的脑仁都快炸了 哪还有时间在回应什么呀 只一门心思的把手指 快速伸向被树根包裹的刀刃 期待鲜血的力量为我扭转局面 说来也很气人 作为一把古董菜刀 这竹尸的宿主 平常我还真没保养过 更不敢胡乱的开刀 以至于这刀刃的锋利程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平常用猛力砍个僵尸 吓唬个鸡也什么的还行 但真要是光靠用压力令我的手指头流血 反而是格外的费力 也因此 纵然我用指尖摸索到了一点刀刃 但就是没有办法令我的指头划破 而流出分毫的血液 而且随着那些破树根的越包越紧 我所能前进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眼看着距离我越来越近的黑旗袍女 我内心急促纠结的想要骂娘 更加悔恨 为什么开了这么久的饭店 会把磨刀这么大的事忘在脑后 果然细节决定成败 虽然我后悔 但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而因为我的细节处理不当 事情在朝着我想象之外的地方持续恶化 至于娘 我终究没能骂出来 因为就在我心生后悔的同时 那个黑旗袍女人的胸口也彻底把我的头颅连带脖子 彻底的包裹了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惨的过程 在旗袍女士咬住我头脑的一瞬间 我立刻感觉自己脖梗上被她那如疗牙的肋骨尖 深深的刺中了 那种刺痛很绝 肋骨虽然没有深入我的肌肉血管 但也卡制着我的气管 令我无法呼吸 而后 我眼前彻底黑了下来 紧接着 头颅感觉如被一床浇透水的棉被一样的东西捂得死死的 鼻孔完全呼吸不到 一丁点的空气 瞬间的窒息和刺痛 令我的身体剧烈的静暖着 我努力的甩头想要摆脱一切 却只能听见自己耳边传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呼噜响声 一想到自己就要被这个卑鄙的石和小鬼变成气人 然后又被他披挂上我的皮囊 欺世道明 我内心的气氛和不甘就激烈的涌动着 但是 内心不甘强烈比对的是 我身体的力量因为缺氧而快速衰竭 消失着 过了一会儿 我的手指不能再挪动分毫 而我的皮肤也终究没有能划破流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我就要这样 死在女人的胸里了吗 在黑旗袍女士的胸口 我正享受着世界上最残酷的绞杀与窒息 但就在我那不甘的意识即将消失 却还未彻底消失之前 我的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轰鸣 噔的一声闷响过后 勒紧我脖梗的女人肋骨 陡然松了开来 紧接着我的眼前一亮 感觉自己的脑袋 连身体 被一股非常大的力量 倒着 揪出了黑旗袍女的身体 就这样 我莫名其妙的重获自由了 转瞬而戏剧性的变化 本应令我意外 可是我刚才极度缺氧的脑袋 全然顾不上去 思考着意味着什么 只能凭借着生理的本能 开始大口的喘息着新鲜的空气 大概在我呼吸顺畅了三五秒钟之后 我听见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声音 在我身边响起 你没事了吧 这说话的人 是赵海鹏 听着赵海鹏的声音 半跪在地上的我 立刻抬头 咱一边往救星的方向望去 一边带着劫后余声的口气 冲他大喊 老赵 你可来了 这帮娃八蛋欺负我 你可得给兄弟做主啊 做主啊 在我呼唤大救星的时候 他赵海鹏跟先前刚刚跑路 现在又去而复返的蔡记者 正立在我的身侧 拿眼睛仔细地看着前方的石鹏鬼 此刻的老赵打扮很是奇葩 他浑身湿透 凝眉巨神 眼眶黑得如大熊猫一样 一副如林大敌的样子 而除此之外 他一只手与蔡秋葵十指相扣 另一只手则拾取了先前我丢下的那把民国老兵的手枪 这手枪冒着青烟 显然是刚刚用过的 看着赵海鹏手里的枪 我又顺带着看了看四周的景物 这时候 我赫然发现 先前用胸口和树根包裹我的两具旗袍女尸 已经彻底瘫倒在地上 全然没了生气 他们驳梗出的树根 已经被老赵的手枪 各自打出了一个圆圆的大洞 而洞口间 正有鲜绿色的液体 不断地往外流淌 看着这一切 我立刻伸出大拇指 到底是当过兵的人 枪法果然准 霍某佩服 听着我的恭维 老赵拧着眉 摇了摇头 不知道是谦虚还是疲惫 赵海鹏还没说什么 倒是那高大的石河鬼 于惊慌之中 冲赵海鹏开口说 又是你 你怎么破的我那迷魂阵 你怎么可能找到这里 此刻 那石河鬼的头颅 早不知在什么时候 飞毁了如虫草一般的身体 而那个穿着白旗袍的五头女尸 则立在我们与虫草身边 孤零零的提拳护卫着 飞回头颅去的石河鬼 此刻表情 知恐惧如见了阎王 他看着赵海鹏惊骇之余 还不住的用那些小短腿往后退 俨然十分忌惮赵海鹏的出现 听见石河鬼的问话 赵海鹏松开了一脸崇拜兴奋的菜记者 一面看着那横跟在我们面前的白旗袍女尸 一面语气疲惫的回应了 为什么我能来这儿 这得多亏我女人 你女人 我愕然 同时转头 望向已经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菜丘奎身上 在我诧异而震惊的神情里 赵海鹏一边提枪 逼迫向那个巨大的虫草鬼 一边侃侃而谈 我在雾气里是搞不清方向的 但是我误打误撞碰见我的女人 并听她说完这儿的情况 我就都明白了 赵海鹏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博物之后 又继续说 所谓的阴阳界 其实只是一个镜像般的幻觉而已 只不过 它反射的不光是地面的镜色 而是底下的物体 相互重叠的幻觉 对吗 底下 我听着愕然 而后在脑子里快速回想了一下 我所看见的一切镜物立刻恍然 的确 我进入阴阳界之后 看见的一切都似曾相识 但是又跟现实不太一样 现在细细想来 这里的许多东西 不都是地下世界的样子吗 比如 那些大秋天却没树叶的树木 我现在想想 就感觉那似乎是槐树根莖的部分 而先前看见的那一块金字塔形的石头 则很有可能是百人古树林乱石的地下部分 而那些徘徊于阴阳界的死人尸骨 不正是埋葬散落在附近 被日军深埋的遇难同胞吗 当然 这个解释或许不全对 但是这至少证明 这里是地下的世界 是一种与现实世界截然相反的投影 或者叠加 在我明白的同时 赵海鹏已经走出了我与蔡秋葵所在的位置 直奔虫草而去 点明了这些 老赵又指着自己浓重黑眼圈的眼睛说 鬼不见阳 我又在地下世界的投影里 所以遮挡在我眼前的 是音乐形成的地雾 对吧 听完赵海鹏的话 那石河鬼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一脸恐惧的往后退 见状 赵海鹏一边前进 一边继续说 既然是怨气地雾遮掩 所以根据武藏庙老祖宗的门头 我用地浆水 人尿 冬孤和槐树皮涂抹在眼睛上 我就能看穿地雾 找到真相 听完赵海鹏的话 那石河鬼终于忍不住了 他绝望地说 武藏庙 你是父子殿的人 你会看一眼 对此 我们所有人不置可否 就在石河鬼绝望的时候 赵海鹏突然加快了步伐 如一只穿云的窑子 往石河鬼的方向 猛冲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那个石河鬼脸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惊恐 他一边高喊着你别过来 一面让那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女人 猛然反冲向赵海鹏 企图进行硬碰硬的阻止 旗袍女尸以弹跳力渐长 跑起步来也是忽左忽右 飘忽不定 他杂耍一般的动作 看着既赏心悦目 又令人揪心 不过面对这强悍的敌手 赵海鹏还是于沉着重 以实际行动 为我们给出了漂亮答案 就在旗袍女尸挺进到距离赵海鹏 不足五米的距离时 老赵猛然抬手举枪 抠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响动过后 赵海鹏手里的手枪 快速冒出了一股浓烟 而后那女尸与重草链接的树根 应声而断 整个尸体也如失去动力的提线木偶一样 快速的瘫倒了下去 再之后 赵海鹏丝毫没有减慢速度 直接冲那石河轨的方向 快速冲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一边后退 一边挥舞着自己那威力巨大的尾巴 打击向了迎面而来的老赵 电光火石之间 赵海鹏与大虫草的尾巴即将碰撞在一起 而也在这个时刻 赵海鹏突然住脚 并冲那虫草一般的拼合怪物 猛的扔出了一个玻璃瓶子 那个巴掌大的小玻璃瓶子在空中翻滚了一下之后 重重的打在石河怪巨大的尾巴上 而后迅速破解开来 从内部释放出大量的白色如米粒一样的东西 看着那个 我与蔡秋葵异口同声的说 三十虫 随着我们的话音 那些白色米粒让的小虫子快速觉醒了 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 那些恐怖的米粒虫 迅速渗透进了石河鬼的巨大身体 紧接着 这石河鬼拼凑的身体就开始极度的溃烂 腐败 净乱 最初的净乱与腐烂 从尾部开始 仅仅不到一分钟 就扩散至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全身 看着这恐怖的一切 我知道 这不光是虫子啃食的功能 那些虫体所分泌的 极其强力高效的毒液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而与此同时 那些用树根和阳长线粘结的死人肢体 全部如雪片般 快速剥离 掉落下来 扑洒了一地 看着这一切 我明白 这个东西正在解体 纵然它强大的植物根井 能够有效组合所有死亡的肢体 为己所用 纵然只要那位于核心的石河鬼还在 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杀死它 但是赵海鹏不一样 他手上的三十毒虫拥有可怕的毒性和腐蚀力 能从内部快速分解掉这巨大有机体的每一根支材 每一个神经 每一块湿豆 让它彻彻底底的消失成一滩血水 这个过程残忍而高效 在三十虫的腐败面前 我想就算是蓝精那么大的生物被彻底吞噬掉 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里 我也发现自己除了揪心的恐惧和观望之外 什么也做不了 看着这一切 再回想着我曾经被三十虫弄伤的痛苦 我由衷的感觉 这种被虫子不停的啃噬 真是一种可怕的煎熬 纵然受罪的是我的人 但是我也希望这个噩梦立刻结束 可事与愿违的是 我错了 就在这个巨大的虫草逐渐腐败 化成一滩血水的时候 它顶端的被六个猪头拱喂的大西兰花 突然开平了 只见那六颗猪头张大了口眼 如成熟的瓜一样 齐刷刷掉落在了地面 而后正中的那一颗美女脑袋 就如大驱一般往外移动了分毫 紧接着 那颗位于核心 刚才还连着木质树根 飞来飞去的脑袋 突然连着身体也掉落了下来 那身子湿大大的 还缠绕着树根 一接触到地面 就快速如爬虫般的往那正在逐渐分解的虫草身后 拼命的爬去 看着爬走的石河鬼本体 我愕然猛惊 紧接着一边大喊 不要让他逃 另一边猛然追击出去 要永绝这个恼人的后患 在我冲出去的同时 赵海鹏也早已追了出去 只是他没走几步 就一个亮枪摔在了地上 好半天没爬进来 眼看着赵海鹏莫名摔倒 我只能先改变了方向 跑过去先把老赵扶起来 又略微查看了一眼 赵海鹏摔倒的原因 此时 我突然发现 在赵海鹏的脚下 不知何时多了好几根 小指头粗细的树根 这些树根纵横交错着 宛如一个陷阱 每一端都跟刚才掉下大虫草身体的猪头 连在了一起 看着这些 我恍然明白了 那些掉下来的猪头 其实是一个绊子 用来拖延时间的 真是阴险的妖怪 因为这妖怪的阴险和狠毒 我整个人气愤的不要不要的 因而在扶起赵海鹏之后 我没有再追向那只妖精 而是猛然挥手 祭出我手中的菜刀 用尽十二分的力量 扔向着石河鬼的后背 因为我过去的砖业是扔砖头 所以猛然让我扔刀 其实我心中是没谱的 但是现在的事情已经到了人神共分的地步 我急于把整个石河里害人的家伙 彻底还原成零件 因而这没谱的事 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干了 而事实告诉我 我干对了 第一次正式扔刀 那玩意儿的准头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灰家的祖传菜刀 于空中画出一道极直的弧线过后 虽然没有插在敌人的后心 但也正正的插在那石河鬼的右腿上 石河鬼的身体可以拼凑 脑袋可以互换 但遗憾的是 他的身体也是受客观规律影响的 因而那把刀穿透他的右腿之后 他立刻在刀的惯性下 瘫倒在了地上 伤口处还不断的流出 绿红相间的血液 看着那勉强能称之为血液的东西 喷涌而出 我心中可爽 更是不由的加快脚步 与赵海鹏一起追了上去 然后毫无悬念的 赶上了这个已经穷途末路的东西 起初 面对着丧失逃跑能力的石河鬼 我很想嘲讽一遍 再肢解掉他 但是赵海鹏这个人呢 却比较高效 他走进石河鬼之后 丝毫没有炫耀和废话 静止抬起民国老兵的手枪 一枪贯穿了石河鬼的后背心窝 老赵 还真是一点表现的机会都不留给兄弟 就这样 赵海鹏一枪定音了 而在这雷厉风行的一枪过后 才伸出腿 把那死鬼的身体翻滚过来 而后 他才与我宁眉戒备 细细地观察着 这个不知是人造还是鬼造的玩意儿 把石河鬼的身体翻滚过来之后 我们意外地发现 老赵枪打得似乎有点偏 这让他的头颅和胸口竟然还在起伏 显然没有死透 而除此之外 我们还在他后背之胸的贯穿枪伤处 发现了许多金属 半金属 木质 以及血管一类的各种零部件 俨然与同掌柜 那太监钟礼 大戈尔萝卜先生 所记载的血肉傀儡 有几分相似 看着这东西 赵海鹏吐了一口唾沫说 呸 邪教的玩意儿 真不知道造出这些东西的人 还有没有良心 说着话 赵海鹏又一次缓缓举起了手枪 把枪口对准了这鬼偶傀儡的前胸口 眼看着一切就要结束了 我的内心也陡然轻松了不少 因而当赵海鹏对着这十何鬼的头颅 再次抠动半斤时 我甚至是笑着面对的 不过 当赵海鹏的手抠下半斤之后 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意外 他的枪并没有发出应该发出的响声 手枪没有响令人诧异 而赵海鹏在检查了一下枪支之后 给出了我一个无奈的答案 老赵扔掉手枪 冲我摇了下头后 非常遗憾地说 破九夭夭 空舱挂机 没子弹了 说到这儿 赵海鹏把手伸到自己的内衣兜 于其中摸索了半天之后 又拿出了几颗米粒 把那些东西捧在手心之后 赵海鹏略微叹了口气 而后冲呢 还在不停颤抖 吐血的石河鬼扔了过去 与先前的无数次一样 那些米粒虫卵 一接触到带着血肉的身体 立刻复活 钻了进去 速度之快 机如蒸发 而后 彻底失去逃跑 与行动能力的盒子鬼 浑身如重电一样 净卵着 浑身颤抖起来 他原本已经闭住的眼睛 又猛然睁开 闭住 又睁开 循环往复 虽然对手只是个没人性的鬼 但看着这异常惨烈的重世之境 赵海鹏与我也不太舒服 对此 老赵微摇着头 告诉那个即将浑消影散的石河鬼说 本来想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现在看来 是不可能了 听着赵海鹏的话 这个即将化成一滩血水的傀儡 突然笑了 这傀儡渐渐融化成一滩软肉的身体 突然笑了 我感觉异常的邪性 而且我实在想不明白 他一个快见到阎王的家伙 有什么理由笑呢 在莫名的愤怒中 我质问这个 穿着黑旗袍的混蛋说 都快死了 你笑什么呀 听着我的话 这个只剩下一丝性命的石河傀儡 艰难的开口说 哇 咱们 一起死吧 随着他的话 这家伙艰难而快速的伸出自己的手 而他的手里 竟然拿着一个金属色 圆筒状的墨绿色罐头 罐头这种东西 随处可见 可是冷不丁的出现在这个石河轨的手里 我就实在不明白 这是怎么个意思了 而就在我想仔细研究一下 那罐头到底是个什么来历的时候 赵海鹏突然冲过来 拉住我就往后跑 到底是当过兵的人 老赵拽着我往后退的同时 又冲我大声的呼喊解释道 那是毒气弹 快跑 毒气 这个石河鬼 居然有地堡里储藏的毒气 看来 他盘根在这阴阳界里 也是搜刮了不少要命的玩意儿 随着赵海鹏的话 我如梦中人一样 惊醒了过来 赶紧跟着他 扭头就跑 但是令我全然没想到的是 即使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往远方奔去 却还是中了那石河鬼最后的绝杀 就在我俩转身 跑出五六不远的时候 一股淡绿色的 异常刺激的味道 迅速从石河鬼的方向飘散而来 急速飘进了我的口鼻 第一次闻到可怕的毒气 那种感觉是颠覆性的 几乎在一瞬间 这股刺鼻的味道 就迅速夺取了我的呼吸能力 并以最快的速度 令我浑身恶心 净乱 立刻我倒在了地上 虽然还有意识 但是却全然失去了挣扎与反抗的能力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过去看的那些抗日神剧里的桥段 都是骗人的 在毒气袭来的时候 只要浓浓的来上一口 人就会彻底失去抵抗 逃顿和控制自己器官的任何能力 什么带伤逃跑 屏住呼吸 或者吐着血去战斗之类的 纯粹都是脑残闷想出来的一银桥段 虽然莫名其妙地想通了这些 但是残酷的现实 让我已经没有亡羊补牢的可能 因而在大感个人英雄主义害死人的同时 我只能眼睁睁地感觉着自己一点点的麻木 困顿 抽搐 以致意识完全地消失 就这样 我的意识消失了很久 直到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当我听见自己名字的时候 时间究竟过了多久 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只记得当我寻着那呼唤 睁开眼睛的时候 鼻子上带着医院的呼吸管 黏乎乎的弄得我非常痒痒 而后 我又感觉到我整个人都躺在一张很窄的床上 头顶 还有几个晃晃悠悠的人影子 躺在床上的感觉非常不好 特别是随着我意识的恢复 还渐渐感觉有更多各种杂七杂八的管线 布置在我的身体上 不过虽然身上难受 可望着这房间里的光亮 我知道自己好歹捡回了一条命 并且应该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略微的安心之后 我把眼睛对准自己头顶朦胧的影子 挪了挪猴头 艰难的开口问道 老赵 怎么样 随着我的问话 其中一个人影的脸猛然伸了过来 而后这个人用温柔关切的声音 冲我回答 活着 比你好 你安心休息 在这个熟悉的声音说话的瞬间 我的瞳孔也艰难的聚焦着 终于看清了那人的脸 这个人 是阴女媒 此时此刻 我的小媒子令人爱恋的低头看着我 她那美丽的脸蛋光看在眼里 就让人感觉浑身疏的 其实 我一直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花痴 只是在眼前这个状态下 我太需要安慰了 而梅子的出现与安然无恙 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之一 看见我转省之后 小梅子 也迅速回应了 一个比阳光还要明媚的笑容 随后又抬起头来 冲她身边的几个人说道 快看呀 我叔叔醒了 他正常了 叔叔 我愕然 难道梅子的智商又反复恶化了吗 就在我一瞬间的诧异之中 我身边又围上了几个人 而后我发现那些都是我熟悉的面孔 有蔡记者 苏清 何之白 葛基精 甚至陈八妙 大家都在场 每个人都热情的冲我笑着 看到这些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脸 我内心感到宽慰 身心也彻底放松了 虽然一度很被动 但是 我们最终赢了 至少我看到了早上的太阳 更回到了我熟悉的现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作者 西宇禅 演播 章鱼讲故事 阴阳食谱 第280集 在医院中 醒来之后 我获得了难得的休养和平静 恢复意识的当天 蔡记者告诉我 我们在阴阳界中遭受了氯气的袭击 不过因为赵海鹏当过兵 而且受到过专门的防化训练 所以在毒气包围他的那一刻 他能够沉着的应对 并从第一时间减少了许多附带伤害 所以老赵受伤不重 在我醒来的时候 他早已恢复神志 准备拔管了 而我则因为呼吸道的灼烧 以及腹部的肠伤 而不得不卧床治疗 至于那个所谓的阴阳界 则在我们倒地之后 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 根据蔡秋葵的描述 那一阵风刮得十分的蹊跷 他迅速吹走了我们身边的雾气 更让蔡秋葵发现 原来我们大家就置身于 我先前看到的那片槐树林中的一小片空地里 哪也没去 然后蔡惊恶的发现 在我们到过的地方 并不见所谓的石和小鬼 手枪和毒气 在空荡荡的林地节 只有重伤昏迷的我 与老赵 以及几具无头的女尸 看着这些景象 蔡秋葵自然非常的费解 而更让他费解的是 在那一片雾气散去之后 又有五六个全副武装的特警 紧跟着找了过来 那些特警是在火葬场刘宝案的带领下 找到蔡秋葵和陷入昏迷的我 与赵海鹏的 他们一见到蔡秋葵 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连问蔡秋葵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刚才他们围着这槐树林 找了十几分钟也看不见我们 对于这个问题 蔡记者告诉特警说 我们遇到了歹徒 而歹徒使用了日本人遗留的毒气 之后的事情有些诡异 虽然那些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特警 看出来我们重的毒气 但他们就是找不到蔡记者描述的毒气弹 和民国老兵的手枪 而我们先前进去过的那些水泥地堡的门 也丝毫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 一个曾经来过那些地堡的特警 告诉蔡记者 那些地堡里过去存放的 只是在军队因公牺牲的某些战士的遗体 以及在百人谷附近发现的民国老兵遗体 并没有所谓的毒气弹在里边 这个时候 蔡秋葵才彻底明白 自己刚才进入了一个无可名状的 既非现实 也非虚幻的世界 因此 即使他把刚才经历的一切全都说出来 那些特警恐怕也不会相信 也因此 蔡秋葵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后在特警同志的帮助下 我跟赵海鹏得救了 而冯主任他们虽然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但是并没有身体上的大碍 所以很快就恢复出院了 总之 大家都算是平安无事 不过即便如此 我还是有些小麻烦 因为神志不清的法医办冯主任总说 在他解剖尸体的时候 是我袭击他 把他推下楼的 所以蔡秋葵提醒我 要做好被警察问询的准备 并想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对此 我心领神会 就这样 我在医院的病房里又度过了 难癌的两天 期间医生为我看了肚子上的肠伤 警察也果然如蔡记者所说的那样 对我进行了例行的盘问 把这些应付过去之后 我才被警方正式解除了勘谢 允许在医院中随意走动 而在那一天 我又在医院中见到了 我真正想要见到的人 我的主厨 赵海鹏 那天下午 赵海鹏迈着稳健的步伐 从隔壁的房间走过来探视我 我彻底放心了 咱心里明白 赵海鹏的命就是我的命 只要他没事 那么我就还有救 只要他没事 那么我的队伍就还有希望 因而在看见他赵哥的第一眼 我立刻开口 带着安慰的语气说 赵哥 您没事 兄弟就安心了 听着我的话 赵海鹏微笑着点了点头 上来就提示我说 那天晚上中毒气时 你跑的方法不对 而且毒气比空气沉 应该跳跃着往高处跑 而不是摔到地上 听了赵海鹏的话 我无所谓的挥了挥手 现在咱们不说这个了 赵哥 您能不能先告诉我 您和猜忌者在火葬场 茶室里遇见了什么 为什么 你能看出那个石河鬼 不是我 听着我的问话 赵海鹏坐在我身边的椅子里 他一面回想着那晚发生的事情 一边告诉我说 石河鬼会换脸皮 但谁会大晚上穿着黑西服转悠呢 所以他坐进来跟我们套近乎的时候 我用火攻语跟他对了一阵 这一对 就什么都明白了 文言 我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 而后又问道 但你们怎么跑到槐树林子去的 赵海鹏摇头告诉我说 他之所以去了槐树林子 是因为最后跟那家伙撕破了脸皮 在发现赵海鹏看出自己的马脚之后 那个冒牌的假我 趁机抓住菜秋葵就跑 而与此同时 一只早就潜伏在茶室 天花板顶端的 不知什么东西 猛然打碎了灯 令室内漆黑一片 之后 赵海鹏于匆忙中追了出去 与那石河鬼在槐树林中 进行了一番你死我活的拼杀抢夺 有几回 他把菜记者捞了回来 但又有几回 在逃出那林地之前 功亏一亏 之后 赵海鹏最后一次走丢了菜记者 又莫名其妙的 进入了阴阳界边缘的雾气 无法脱身 说到这儿 我全听明白了 但是对于一个细节 我又有些不解 而带着这份不解 我又问了赵海鹏一个关键问题 赵哥 你临走之前不是在茶室里 给我留了一个茶阵吗 你算的可真准啊 就一定知道我要来 怎么做到的呀 听了我的话 赵海鹏的眉头猛然皱紧了 而后他挠着头 非常诧异的回答我 我没留茶阵啊 先前茶室都乱成一锅粥了 我怎么可能留下什么茶阵指路呢 听着赵海鹏的话 我傻眼了 老赵没留茶阵 那先前我在火葬场一楼 看见的仙人指路是谁摆的 老赵偶然为之吗 还是说有黑手操纵 而就算是有黑手操纵 这个人又怎么能先知先觉 知道我要去那个大牢 到那栋茶室呢 这个问题 令我一下子陷入非常矛盾的地步 而且这个问题背后的真相 则更加令我不寒而泥 在这突然的状况中 我与赵海鹏同时陷入了一种沉默 先前两个人都对这个情况 感到异常的匪夷所思 在这样不正常的气氛里 我憋得十分难受 于是就想说些别的 把话题支开 但却在我刚要开口之时 从门口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竟然为我们回答了这个 看似无解的问题 那门口之人 忽然用得意的口气 对我俩说 二位 不用猜了 其实摆设茶阵的人 嘿嘿 是我 随着来人的话 我与赵海鹏同时扭头 一面看着门口的家伙 一面 进阶恶然的 你 在门口突然出现的这位 是我一生的大敌 要不是因为我内有毒气摧残 外有脚肠之痛的话 我很可能从床铺上跳起来骂他两句 或者直接逃跑 说到这儿 我想大家也都明白了 站在门口的那个他不是别人 正是老子的天生死敌 这一切荒唐式的始作俑者 猫妖 无妖老 当无妖老出现在我病房的门前时 我脑子里的最后一环 猛然打通了 我恍然明白 自己被这家伙当枪使 从我扩充店面 倒把尸体推到火葬场 我就入了他的套子 之后压归还我的菜刀 让那蓝旗袍女鬼为我带路 这一切都是他早就安排好的 为的是借我之手 除掉那只十年前 从我饭店地下室 跑出去的石河鬼 想到这儿 我是彻底无语了 自从我的货迹主于倒闭 到我租住有鬼的店铺 新开鲁未居 傻子也知道 这闹鬼的破门面是他无妖老 诱导赵水河 诚心让我们钻进来的绝地 本来 我借着惠家菜刀 与自己的运势 赶走了那六具尸体 但没曾想 最后还是让这个老东西 在火葬场摆了一刀 不但死咳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小鬼 而且还中了毒气 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不让我跟老赵 炸毛生气呢 愤怒之中 我抬起一只手 冲着无妖老那张奸笑的嘴脸 破口就骂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阴阳食谱 老妖精 你也太损了吧 我们好好经营 你屎半子下套啊 还要不要脸 讲不讲诚信 听着我的问候 那得了便宜的老妖精 背着手走进来 一边拉开病房中的椅子坐下 一边冲我摆摆手 霍老板 你可是误会好人了 那木偶精 早就盯上你饭店里的六具尸体了 不管谁啊 他都会抢 可不关我的事啊 说着话 无妖老又指了指赵海鹏 要不是我 摆查阵提示你追赵海鹏 又让蓝月给你带路 进阴阳界 你俩现在早就尸骨无存了 怎么可能还坐在这 跟我谈笑风声啊 面对着无妖老的妖公放肆 赵海鹏冷静的质问他说 就算是这样 我们能有今天 也是拜你所赐 而且你借我们的手 除掉那个石河鬼 也是符合你利益的 对吗 说到这儿 赵海鹏一正言辞 又进一步质问他无妖老 妖老爷 拿我们饭店当枪使 借着我们的力量躲避天节 得了便宜 得了便宜还卖乖 这样好吗 赵海鹏的话似是而非的 我听不太懂 但是无妖老却猛然收起了笑脸 并冲老赵点了点头 继而这老妖精开口说 不愧是 不愧是狐狸精的后生 对妖精的闷闷道道 的确有些了解 说到这儿 老猫要坦然承认呢 没错 我让你们打掉那石河鬼的真正目的 主要是为了夺避天节 因为我需要那块阴阳界 没有那块地 我今年就凶多鸡少 不过 说到这儿 无妖老话锋一转又说 咱借刀杀人 可不是只为我自己着想 除了那大祸害之后 你们可以安心开店 我呢 也可以顺带着报恩 免去了我心中一些良心债 债 你一个六百年的妖精 会欠谁的债 面对赵海鹏的不解 我略微深思了一下 而后 接茬问吴妖老 妖老 你欠下的人情债 就是那个穿着蓝旗袍的女鬼吧 刚才听你说 她应该是叫蓝月是吗 之所以 我能想到这个女鬼 那是因为在我仔细回想了一番 那晚的惊险旅程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一夜 我与赵海鹏 是被死坑的 剩下的几具女尸 也先后被那只伪装成人形的石河鬼 斩断了头颅 因此 在那阴阳戒中层层盘剥下来 我发现 似乎只有那一具女尸 真正留下了权食 而以此推测下来 自己 其实除了保护住一具 蓝色旗袍女的权食之外 这一趟阴阳界之旅中 一毛钱的收获都没有 所以 我才会有那样的想法 听了我的话 这个很能折腾 但不太会说假话的老妖精 也坦然承认了 没错 我说的人 就是那穿旗袍的女人蓝月 78年之前 她对我 有大恩未报 无妖老话说到这儿 表情突然变得很激动 她站起身体 来回夺了几下步子 而后猛然把头扭向我们 她问我们两个 自从换了房子 你们是不是特别奇怪 为什么这间房子里 会有如此六具 惨绝人寰的女尸 又为什么这些女尸的出头 会伴随着如此的腥风血雨 以及 你这间 简于民国时的鬼店 曾经发生过什么 对问 我跟赵海鹏沉默中点了下头 面对着我们两个人的期待 这个脾气难测的老妖精 非常难得的冲我俩耐心的说 作为 你们帮我夺回一阳界的奖赏 我可以把我知道的真相 都告诉二位 听着老妖怪的话 我心中澎湃了一下 而后非常坚决的回答他说 您愿意说 老子没兴趣听 随着我的话音出口 无妖老傻了 赵海鹏也傻了 两个人似乎都没想到 我如此决绝的拒绝了无妖老的夸夸其谈 而且还如此的立直气壮 要知道这可是五百年的老东西 分分钟能要了我命的家伙 而看着我的坚决拒绝 看老猫妖傻眼了 先生懵逼了一会儿 然后冲我发痕说 小货的 老子好心好意 告诉你来龙去脉 让你长长见识 你竟然不听 对此 我非常不屑地说 不听 我们听你废话 这算毛的奖励 不干 你可知 这六百多年 跟我作对的人 都是什么下场 不听 反正横竖是死 有什么新鲜的 我能把人的魂救出来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不听 你就是能把我的魂当求提 我也不听 这叫气节 就这样 无妖老在我的愤怒与倔强之中 毫无办法 最后 我竟然把他逼急了 令他伸出褐色如鬼的五根指头 指着我鼻子问 这也不听 那也不听 那到底怎么样 你才肯听我说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